那你也要戴 當然啊 你頭髮在那邊要不要溜一下 我們那個院會也都是大家都戴 對啊 新鮮開院會也是 辛苦了 禮拜五的時候 大家在那邊扔豬肉的時候 我有看到你在旁邊 大家都很一片的鬧疼 只有你很尊重的在那邊 對對對 我在貝克 就是當天那個 貝克大中午有一堂課 遠距上課 所以在看大家slido的問題 所以你是兼課 是兼課嗎還是 沒有就是邀請一場演講 常常會有老師他有一堂課 在那堂課裡面 他會邀很多人來演講 然後我要承認我的錯誤 我每次來都會跟你分享一件事 你說是張飛嗎 對你怎麼知道 然後我後來還回去特別查 然後說關公如果真眼的話 就是見血了 對啦 對 好可怕 這也是我的錯 好我趕快進入情報了 我現在可以切換的過來 請 好OK 好 今天的話我會從那個就是 因為我們大概把我們上次的訪談 就是大概整理出來這樣子 因為我們還是希望說跟你們互動為主 因為我覺得這也是其實也是你的思考脈絡 就是對話嘛 討論 然後在這上面點擊這樣 然後裡面的話 我今天大概會進行就是 進一步的追問之後 然後再開展我還有一些主要的主題這樣子 喔我帶著不好意思 對 然後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之前 就是 就是我在整理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有提到 可能就比較短一點 不是一個問題 它是一個就事宜這樣 就是我不太理解的部分這樣 就是想跟您請教一下 我們之前談很多對話還有共感共情的部分 有沒有 那請問一下 就是 就請問一下 就是說 你有提到就是說 就是對您來講 就是 從 就是您在大量的 閱讀之後 按照你的全資不是跟大量閱讀沒有關係 就是在完整的把文字掃描到你的腦內之後 經過睡眠之後把短肌變長肌 然後形成了那個所謂的你的結構有沒有 在這裡啊 就是說 你可不可以再幫我詮釋一下 就是說那個結構指的是什麼樣的結構 還是前面就是說 它是前面就是說 因為我知道你醒來之後有沒有 你會抓重點有一些關鍵字 是有關鍵字在形成結構 是這樣嗎 因為這個會牽涉到就是說 就是我想跟您請教的 您的思考脈絡 因為我有看到您在其他的地方 您也有提到就是說 就是思考ACE原則 跟那個 就是那個 你小時候 您的母親帶領你的時候 就是講到那個3C的那個思考法 所以你問的問題是說 我醒來的時候是 就是性要結構才有字 還是性要質才有結構 是就是你的思考 理性思考的那個 形成那一段有沒有 我覺得對很多人來講 其實幫助也蠻大的 那那個部分的話 是不是可以幫我們 幫我們就是說 在闡述的比較詳細一點 因為很多人 有些人會對結構比較不了解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您談到思考的方式 ACD原則跟3C思考這部分有沒有 分別是運用在哪些部分 然後您現在還是用這樣的方式去 進行 進行的嘛 兩個層次 兩個問題 理解你的意思 不過就是說 對我來講 結構它 講的就是 概念之間怎麼組合嘛 所以好比上說像 線性結構 先面對它 再接受它 再處理它 再放下它 這就是一種嘛 對 那或者是一個 三角形的結構 就是它要 actionable connected extensible 那這個是三角形 因為它是無相支持的嘛 等等 所以 對我來講 這個結構跟這些概念是一起的 它就好像是一個 化學分子 化學式一樣 你不能夠脫離那個結構 去說 這就是氧原子或者碳原子 二氧化碳 它是在那個結構裡面 這個分子才出現意義了 對 所以對我來講 這只是 這裡面 某些可能是標點的部分 跟某些是字的部分 但這些加起來是一個完整的圖示 對 一個完整的picture 那很難你從裡面 單獨抽結構的部分 但是去掉字 或者單獨抽字的部分 去掉結構 這些我都沒有辦法在哪裡 單獨形成 理解 那所以如果說我要去理解 比如說 我要向你學習 就是說 像你學習就是說 你理性思考的那個過程 我應該怎麼樣 可以怎麼樣去詮釋它呢 去還原它呢 因為感性的共情部分的話 有沒有 我可以 我已經可以去 用文字去 去跟您溝通 就是去理解您 可是 可是在理性這部分的話 就是說 你在思考的過程中 有沒有一些 比如說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很多的方法 如果 因為那很多方法 都是別人定義出來的 因為我在講的概念是說 我睡眠的時候 怎麼樣去進行消化整理 並不是在我有意識的情況下發生 所以你要我把它 好像類似話約論一樣變成小段落 這個我做不到 因為對我來講它是整體的嘛 我唯一知道的是說 我睡不夠 就沒有辦法理解 我睡得夠 就可以理解 那 那現在絕大部分時間都自然醒嘛 那就是都理解了才醒來嘛 對那 但是你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沒有一些 我可以說 那我今天先做這一半 明天再做那一半 的那樣子一種 好像小的步驟 那我真的不知道 不是故意不跟你講 而是我真的不知道 李醫師 那比如說 那剛才就是有提到 比如說 像剛剛講的 ACE原則 其實我們之前也有討論的 就所謂的那個 Actionable 然後還有就是 Connected Extensible 對 它講的是一個社會創新怎麼擴散 對 那所以那不是我一個人想 那是大家一起想 這所謂的群眾智慧嘛 理解 所以這個是 智慧創新的部分 對不對 一個歷程 對 那 社會創新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 大家都可以提供不同的角度 所以當它提出不同的角度的時候 這個東西也不會是我的思想 而是說 透過我作為載體到它腦裡 然後它再去做的應用 這就是Extensible的意思嘛 對 那 所以這個時候 好像也不能說是 我的理性思考的方法 因為那只是一種傳播的方法 理解 那 至於那個 那像 就是 林明哈有提到 就是 你過去也有提到 就是說 就是那個 3C思考 就是Critical 跟那個Care 還有那個 Reactive 那個部分呢 那個也是在跟一個對方 互動的時候的態度 就是太理解 對啊 但是它也不是說 好像一個人 解那個 不知道耶 速度還是什麼東西 的時候的步驟嘛 不是那種類似步驟的東西 那比如說像 像您從 就是說就是 從小到現在到大到39歲有沒有 那您有沒有就是 因為你其實 後來我就不斷再去看您過去的一些資料的時候 其實那你有沒有就是 我知道你現在很毛 但是你在過去的時候 你有沒有就是說 去把你自己去歸納出就是說 比如說像什麼原則啊 或什麼的 或是態度的感受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可是你說我自己的意思是說 好像是說你只要照著這樣子做 就可以進入我的思考方式裡嗎 像面對他接受他處理他 放下他這種東西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有啊 我之前有寫過一整篇嘛 叫做樂趣最有嘛 Optimize for fun 對 那裡面就提了很多態度 哦 樂趣 對 也是找得到了嗎 對對 最近那個靜腾民生子 才把整篇都翻成日文 好 所以其實在日本也已經要出了 NHK吧 好 沒關係那個 你講到日文我都好 好 我只是如實的跟你說 因為之前靜腾也問了同一個問題 然後他就直接拿去翻譯了 樂趣最有 嗯 非常的 然後另外再來就是 等一下還有一個部分 也是要就是在 因為我要確認之後 儘管你之後會再看 但是我還是要確認之後 因為我不希望你看到的東西是一個 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你剛剛講到 就是說你要睡足有沒有 但是就我上次跟您對話的過程當中 我的理解是說 就是說那個八個小時 其實有時候 因為您剛剛有講不然醒 嗯 那其實那八小時不完全是 都是在睡覺的狀態對不對 就可能前面半小時是 就是晃晃欲睡的狀態 但是那一段其實是屬於睡眠 跟自己相處 就是至少那八小時是屬於你自己單獨的時間 對 它就是睡眠的一部分 那有的時候五分鐘就睡著 有時候要十五分鐘才睡著 但當然都算在八小時裡 確實 但是它的截止點 當然就是醒來的那一刻 但是那八小時至少是你自己的時間 然後你剩下十六個小時 其實現在目前都是投身在公共事務跟公共利益上 可以這樣說 沒錯 這我詮釋至少沒有錯 理解的沒有錯 然後另外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你其實也有提到就是 那個 這個什麼 那個英文就是自洽的部分 嗯 就是self consistent 嗯 那個自我一致性的部分有沒有 那那個部分的話其實是不是 我也可以 把他 那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就是 我把您的原句 就是原句 跟 就是 我不理解 我比較 就是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他 這個名詞其實比較少人談到 他都是大部分是英文 嗯 然後這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如果說你 其實因為我們 我們有了互動 所以我能夠理解你講的那個自我一致性 這個在哲學裡是很常用的 歐陸跟英美哲學都有用這個概念 是 但是一般人其實不看哲學的 理解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的工作很難找的原因 理解 嗯 然後 對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因為 其實你很好舉 嗯 就是說你的行為一致性 從小到大 嗯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舉一個例子 就可以了 因為對很多人來講的話 可能他記得這個名詞 他只是記得這個名詞 就如同就是說 好 我節省時間 就是 嗯 就是 你可以幫我舉個例子 自洽這個事情 就自我一致性的部分 嗯 因為其實我為了你 我把我那個大木頭的那個哲學史 全部又拿出來看 是這樣 嗯 因為我現在不確定我的目標讀者是誰啊 對不對 他等一下會跟你說 嗯 OK 因為我要舉例總要跟他比較親切的例子嘛 對啊 那 一般會說 好比像說 從羅素悖論來講的話 如果說 現在村莊裡面有一個理髮師 他說這個 在全村的人 只要不替自己理髮的 沒有辦法自己理髮的 我就會幫他理髮 這種講法 那這種講法 當然就是那他不會幫自己理髮 但他就會進入羅素悖論裡面嘛 那這個就是出現一個自我不一致的狀況 就是他這樣子的斷言或這樣子的陳述 在某一個情況下他會產生矛盾 這樣子呢 這是最最最基礎的邏輯的講不一致的做法 這樣發生在您身上呢 如果您自己本身幫我舉一個小的例子就可以了 不但是我們剛才講的語境那個脈絡 就是在說我盡可能的不要發生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我發展我的思考的時候 盡可能是在自我一致的情況下去發展的 那如果就是發生到一些情況 那這些情況不符合我本來的想法 那與其把我本來的想法 印套在新的事物或新的人身上 我寧可去修改我的想法 讓它更切合於事實或者更自我一致 所以你現在要我舉一個說 我這個沒有自我一致的例子 我反而舉不出來 理解 就如同就是說 像譬如說上次我們就是有見面 第三次還是第四次 第三 我還以為 就是那時候您禮拜天那一天 我們禮拜一見面二十三號 然後您參加那個論壇的時候 那個論壇的時候 然後因為不能公開的 可是您有您自己的理念 然後所以後來就是跟他們商量之後 然後結果就是您的那個部分 就只拍了我這一側 對 所以那個算是也是一個例子嗎 這是 那個算是自我一致的例子 就是說我事前說會怎樣 最後也做到了 他們事前說會怎樣 透過一種創新的方法 他們也不算沒有做到 所以雙方都維持了自己的一致性 所以這個是算是有維持的例子 而不是沒有維持的例子 有維持的例子可以舉 但是沒有維持的例子我想不到 那可能您誤解我的話 我剛剛講的是說有維持的例子 OK 可是我表達還沒有很清楚 了解 因為我今天衝 嗯 我現在馬上 我現在臉是屬於 對 了解了解 對對對 就是我是說一致性的例子 OK OK 對那你用那個就是策略論壇 那裡做我覺得很好 那這次我講的啊 那您可會 沒關係 因為今天問題實在很多 我們就等一下時間好了 我還是希望你們五分 另外就是說 在過程當中有沒有 就是我 我們多次的談論裡面啊 您一直有用一句話 就是說不管我怎麼樣請教您 有沒有 就是說你一直有用一句話 就是說 用欣賞的態度在意 因為其實您也承認就是說 其實您並不是就是 就是很多事情其實你都是 都是不在意的這樣子 但是這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呃 除了課委會跟起那個例子 常募過台灣之外的那個例子之外 甚至就是那個 我有看到就是說那個 Open Book 他其實也拿你來當廣告有沒有 對啊 還貼在公車外面 對 那您同意嗎那個 沒有我就拋棄電話租作財產權 他不用問過我啊 哦 你連你的肖像都放棄掉 對對對 那你若去我的Flickr看 Kamen的攝影師也拋棄掉 豬哥財產權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去做任何運動 謝謝 那所以好 那這個部分我本來是希望說您 有沒有要就是 就是 就是我希望您進一步的詮釋跟舉例啦 嗯 可是例子其實是蠻多的啦 對啊 其實每一個Flickr上面的每一個相簿 他都有去講到說是哪一位攝影師 或哪一個團體 呃 呃 來拍照 那他們的分享的方式是 只要居民就隨便怎麼用呢 還是 不能商業使用呢 還是不能改做呢 還是什麼之類 有一些條款啊 那這些條款是他們在意的事情嘛 但是我並沒有在意的事情 所以 就是以他們的那個條款為條款來公開這樣 理解 那像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要直接就是跟您請教就是說 因為我們上次有提到一個事情 就是 因為這個顯接下來比較那個 就是說我們上 我們上次也有提到就是說 那時候您在烏來山區的那個小國無自處的時候 就是背著一個包包 媽媽就是 就是有幫您準備一些那個餐食的時候 請問一下那個時候有沒有 是不是您思考很多的事情啊 那我可以說那個時候其實是不是也是 你打通認渡二脈的時候 那時候是12歲還是15歲 因為那時候我看一下那個時間點 應該是15 14 13是4對不對 14到15之間 14到15之間 那我可以說那時候是 因為我看書裡上是這樣詮釋 但是 事實上真的是這樣嗎 因為我想跟你詮證 所以有講到認渡二脈 認渡二脈沒有 但是他 因為他提到很多就是說 你在那時候 全部釋懷了 然後就是 包括就是您對 對 就是心情變得比較好 確實了 但是人度二脈 我不記得有這樣的用法 對 沒有人度二脈是我全是 對 可是我想問的是說 那個時候是 變得比較舒服 那個有幾個層次喔 因為裡面有提到的層次是說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就是 就是那個 就是 它其實跟 就是跟哲學很像 前面的就是從自然存在 一直到所謂的那種 就是人的存在的部分的過渡 有沒有 然後 講得好像跟神一樣 就是說 就是跟宇宙幻物 融為一體 克里香安木星在隔壁棚啊 不是這個棚 對 ok 我覺得 我只是想跟你請教 就是說 我想理解那個部分的話是 是真的是這個情形嗎 因為我這個部分 就是 我就說前面這個部分 就是都是求證啊 後面 客觀可以檢驗的就是說 確實在去閉關之前 對於所謂的學歷啊 什麼成就啊 什麼之類之類 在腦裡還是會有不同的聲音嘛 不同的意見嘛 那當然幾乎所有的親人朋友 也都有不同的想法嘛 那但是 等於從閉關結束之後 那個想法 就是我的 你要說主見也可以 就變得比較一致 那也比較不會說 好像是自己在心裡面 天然交戰這樣子 等於是說 跟自己達成了和平 可以這樣講嗎 和平還是和解 和平吧 和平喔 那包括了就是說 就是 還有一些 你個人的事情 那個也算是嗎 因為 因為他有幾個 我看那個有幾個時間點嘛 一個就是在你 您十四十五歲的時候 然後等到2005年的時候 那個其實 因為我們不會寫這一塊 我只是想要 理解他而已 因為那個也沒什麼 然後 然後 2005年的時候 那個是有一個實際的需要嘛 就是 歐洲的一些朋友 美洲的一些朋友 亞洲的一些朋友 在線上 看到我的 不管是 性別的人稱啊 或者是甚至名字啊 都不一樣嘛 那但是 隨著全球化的時代來臨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這到底是一個人 還是兩個人 還是很多人 退舉一個發言人 還是怎麼樣 那時候我就寫一篇部落格 把這件事講清楚 只是這樣 理解 那所以再回到 就是說 那個十四歲 那個時間點 因為這會 時間 您的背景 他其實他會關乎到 就是說 我後面的脈絡的形成 因為我後來發現 就是說 就是很多脈絡 其實你在很早之前 就已經都形成了 那所以其實 您到後來的時候 其實您 當然就會 你的一套中心思想了 那那個部分是 譬如說 在之前 儘管我讀了您的東西 為什麼我會說 就是在請教 那是不一樣的 OK 那回過來了 所以就是說 我要再確認一下 就是說 那所以十三十四十五歲 那段時間 其實也等於是說 其實 你真的很像 就是 其實我今天本來是要把 我的那個 我的那個流浪者資格 跟那個 您當作題的那個 阿Q真正拿來給你看 就是 我不知道 就是 可能也是 我幫你當朋友 然後 就是 就是 那裡面就是 我們說 就是十三十四十四十四十五歲 那時候 是不是你已經完完全全 就跟那個 就是 那個 那個 療養者資格裡面的主角 一樣 對就是 你完全就是已經 超脫了 嗯 我還是說 我可以怎麼樣去 去 你剛剛其實已經有解釋 我也明瞭了 然後我也 所以其實他不是打通論多二脈 那可以用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那可以用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那 同樣多人的感覺好像什麼 如愛生長什麼之類的 無瑕像說的用語 對 應該沒有吧 對 我想 其實 其實他概念很簡單嘛 就是說 本來有一些社會的期待 那人難免都會把社會的期待 變成自我認同的一部分 即是要投射性認同嘛 那 只是說 因為那段時間 我主要是跟自己相處 那所以把這部分 比較釐清 確定說 這個並不是 好像我自己對自己的一個期待 那這只是好像別人的期待 我暫時當了一個載體 這樣的感覺 對 那所以之後有寫一篇文言文嘛 叫自棄文嘛 那裡面有講的比較清楚 自棄文 對 我可以在哪裡找到 你就找自棄文 我推特上有 好 我沒有推特的啊 那不然我部落格上也有 自棄 自棄的自棄嘛 對對對 自棄 好 理解 好 另外再來就是說 我延伸這個下 我想再跟你請 就是 就是 就是在 求證一下就是說 您其實在20 也是一樣的話 2005年的部分有沒有 你那個時候 其實有受到那個 Per 就是Per教主 那Word他的教導有沒有 其實你有提到一個 就是 應該不是你提到 就是 其實他把它翻成 擁抱小白的這個事情 這是我提出的 對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對於就是說我們 其實 我的讀者很簡單 其實就是 就是 其實就是像你我這樣的人啊 馬波羅大眾 能夠對外的人都是 嗯 如果我講不對 就是 對 然後那個 可是我相信每個人其實 就是在不管哪一個階段 他有可能都是小白 嗯 然後就是 那我可以怎麼樣去接納技術不成熟 或發炎白目的 的人 或我不要成為那樣的人呢 第一個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這個跟您的包容是有關的 嗯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可以 你怎麼看 第二個就是說 我可以怎麼樣不要 盡量不要成為那樣的人這樣 然後第三個是 我可以怎麼接納 嗯 當然我的看法就是說 任何人他都有 在一個群體裡面 比較格格不入的那個時候 那有的時候他為了要就是求去別人的注意力 會做出一些 對這個群體 乍看之下 好像是有破壞性的一些事情 那要接納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不要回應有破壞性的部分 去減低那個破壞性的部分 對旁邊的傷害 但是也了解到說他會做出這些 也是有他自己的一些需求 所以鼓勵他去表達他真實的需求的部分 而且只回應那一個部分 那這個是應該是之前有很多材料裡都有 有這個這個這個我了解 那我可以怎麼樣不弄 盡量不弄自己變成一個就是說 就是不成熟或發言白無的 因為畢竟沒有一個 因為我剛剛為什麼一直問 我也是45歲 因為畢竟不是每一個人都是在 都是這麼的就是在那個 在很早期那個階段 就能夠達到一個自我了解 認識我的一個境界 對 所以意思是說 那我應該要提出一些建議說 你越早去傾聽別人 那你也越容易 就是有一個比較你的環境也好 脈絡也好 不會覺得你是來亂的 的這樣一種溝通模式 其實像這種建議 那當然可以這樣建議 就是盡早開始積極的去聆聽旁邊的人 這樣 那這個就有趣囉 就是聆聽的部分 其實您也講也跟我們分享 講了蠻多的 然後 但是在前面就是說 像 大家也知道現在有很多小孩子 有PST TD症 症候群 過動症 就是過動症 就是過動症 那是ADHD 還是我記錯了 好 好 就是過 就是比較難以專注的狀態 那難以專注的狀態 他如果難以傾聽 就是如果對於 就是說比較 不要說小孩子 因為我不要那個 不一定標籤的話 因為那畢竟是少數 那 對於就是說 他如果暫時沒有辦法去 去靜下來 好好聽人家講 那五分鐘的人 五分鐘都達不到 我們上次有提到 五分鐘都達不到的狀況底下 那怎麼辦 那就不要 就等他狀況好一點再回來 所以其實 好 所以這個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 就是即使我是這樣的狀態的人 其實 也就是 也其實可以這樣 就是這樣自然長大 當然 人總是會長大 不用 就是說不用特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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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在意那個社會主流 給予你的家屬 因為你前面提到的是 它有點好像 效益主義 就是說 我先設定說 亂入別人的討論 當一個小白是不好的 那所以我要怎麼樣避免 這個不好的情況 並且最大化這些效益 所以我才說 那你若是 就是 整個社區不要被你打擾 作為效益來討論的話 那也許可以使得 這個積極聆聽啊 什麼之類 但是 你剛剛的另外 後面的那個問題是說 但如果他就是 沒有這方面的能力的話 那他難道不就會 變成一個旁邊的人 看起來是好像 偶爾還是會有點亂入的 感覺的人嗎 那我的回答是說 是 那就 就是這樣子嗎 所以說 因為我並沒有 全盤的接受 你前面所說的 好像這個是 絕對好或絕對壞 你剛剛只是說 以不想要打擾別人 為前提的話 可以怎麼樣練習 但是這個前提 也並不是一個 就是 你沒有這個前提 就長不大 或者不是這樣 理解 所以那就是前提 就是有A 有A才會有到B 就邏輯論的部分 那可是 如果說假如我現在 我能夠理解你的那個脈絡 對 那如果說假如 現在就是說 有大部分的人 我回到我的主流 社會主流的意識裡面 我的前提是說 那有人亂 就是還是會有亂入 這群人在的時候 對啊 那我可以怎麼樣避免 我成為那個亂入者呢 對啊 我的意思是說 你就算無法避免 只要旁邊的人是包容的 那就算你稍微亂入一下 也不會怎麼樣 嗯 理解 那這個問題就是說 這是 也延伸這樣下來請教 就是在這個viral 延伸這樣下來請教的話 那可是 我明明就看到就是說 我們好不容易 你看我們做了那麼多 我們可以討論很多 我們做了那麼多 進步的事情有沒有 那你看 禮拜五的時候啊 就是 我相信您在現場也看到 就說有人在那邊亂扔豬肉 然後還要 花納稅人的錢 有可能要花納稅人的錢 百萬元以上 要去清洗 要去換那個地毯 我也是帶著欣賞的態度 對 問題是說 激動藝術 行為藝術 嗯 那這個其實就會產生 這個其實也就也很有趣啦 這個就是說 那 那 他也產生一種悖論啦 嗯 對不對 他也產生就是說 那我在這種情況底下 你能夠做到 用心的態度去在意他 但不見得 那如果說假設 我是一個不行的人呢 那怎麼辦 我沒有辦法 就是 那他們就離他們遠一點 只能 就是只能這樣嗎 就拉開距離嗎 當然 那我可是 如果當 當 當這樣的拉開距離 當這樣的狀況底下 那如果說假設 站在另外一個第三方的角色 或第四方的角色 我 我 我 你那個拉開 包不包含所謂的 所謂的就是我們剛剛有討論到 就是說 批判式的思考 至少 可是我沒有聽懂你的意思 因為你剛剛在講的是說 首先 我要怎麼樣成為一個 不要在異常 任主場的人 好這個我們剛剛討論過 對 那另外一部分是說 那你如果旁邊異常有人在任主場 那你可以採取怎麼樣的態度 這個我們討論過了 對 你現在已經退到說 那你沒有辦法保持這一種欣賞的角度 而且 事實上就是很不舒服 那我說 那保持距離嘛 那現在你的意思是說 你已經保持距離了 但是還是不想去欣賞 他的話 對 我們是有憤怒的話 對 那就是可以 我不知道創作吧 寫成一首詩或什麼的 那理解 因為這個也是跟 等一下我要跟你請理解 完全理解 對 因為你剛剛有講到詩 詩的部分有沒有 因為其實 等一下 你也有提到就是 我們等一下會討論到詩的部分 這個放在等一下我主問的問題上面 先把我事宜的部分把它講完 好 那 再來就是說 另外一個部分有沒有 我想跟您再就是求證一下 就是說 我們那時候有提到就是 您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其實在那個 SARS 2.0的時候 其實我們做的蠻好的 可是我們可以跟 日本學習的地方 其實是他們的防疫3.0 其實是做的蠻好的 就至少他們規劃的這個方向 對 對 那這個算是一種就是 我們那時候定義就是 所謂的就是超級部署 對不對 對啊 就是說他們因為真的大部分的學生 有些地方都得在家上課 所以至少他們遠距教學的這個配套 包含頻寬等等 那我們這邊其實也用模擬的方法 有進行測試 但是畢竟就是我們測試的那個強度 一定沒有他們實際的那個強度高嘛 所以我們這部分就是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SARS 3.0什麼時候來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也應該要有類似他們正在 或者是即將做的那種超級部署 去確保說 如果真的有一天SARS 3.0來了 搞得大家都必須要在家才能夠上課 那這樣我們怎麼樣比較蠟像 比較偏向或者是教育資源比較不足的朋友 我理解 其實最近也大家有一種感覺 其實也才三天 可是好像大家已經有感受到那個強度 我們就會說怎麼突然變嚴了 怎麼連就是總統都出來講說 就是說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我們就去下班什麼的 對啊 感覺上好像比那個就是三四月的時候 還要來得緊繃一點 可是我覺得那個心好像還沒掉起來 但是有感覺到那個政府 比較更積極的在提醒的那個意味在 確實啊 確實就是秋冬嘛 確實是這樣 所以我可以說這個其實也是一種危機意識嗎 可以這樣說 就是不要變成好像是 大家都鬆懈 然後真的需要提高強度的時候 變成大家非常不習慣 我們寧可說現在先提高一點點強度 這樣子之後 如果真的疫苗來了 當然什麼都沒有 但是如果真的需要 好比像說小規模的去進行封鎖什麼之類 大家至少不會變成 我想它一下就傳染到全台灣 因為大家都在口罩的情況下 二支還是空下來的 它就會跟三四月的時候一樣 就是零星的社區感染 但是不會變成社區傳播 那像比如說就是 您在處理公共事務的過程當中 我們剛剛既然有提到公共事務 或甚至過去 其實您好像各種角色都有扮演過 我也曾經有問過哪一個時刻 其實是你是最幸福跟快樂的時候有沒有 那我想跟您請教一下 就是說你從以前到現在 你認為就是說 你真正面臨到就是說 你是一個危機感很重的人嗎 嗯 你說危機本科的危機嗎 是 當然不是 我知道你 對我知道 什麼都想要公平一下 對我覺得很好 我並沒有覺得說 好像隨時都活在博安裡 沒有這樣 危機跟博安不一定一樣 因為危機 意識到危機其實有時候是 就是說 你就希望把事情做得更好 然後 可是不安 其實有時候是來自於一種恐懼 其實這兩者 我認為它不一定是畫上等號 所以對您來講 就是說 就是兩個都畫上等號 是嗎 因為我不確定 你講的危機意識 講的是客觀的 話比像說我們現在就是用太多地球 每年用超過一個地球 那所以會導致 不管生物多樣性的 氣候變遷的等等 把它叫做危機 那如果是把這個叫危機的話 我當然有體認到這個危機 這沒有問題嗎 但是我剛剛聽你的意思比較是說 會不會是說我自己是處於一個 好像是我正在面臨危機的 別人未必這樣子覺得 的這樣一種狀況 那我覺得我比較沒有這種狀況 我比較不會覺得說 好像大家都不覺得有危機 但是我先看到了等等 比較沒有這個狀況 所以我剛剛講到的不安 比較是後面這個 就是我比較不會有那種 先天下之優而優的那種感覺 但是前面大家都覺得是危機的 那我當然也覺得是危機 所以那個就是 你之前一直提到的 就是所謂永續的概念的部分 那後面的那個部分的話 就是先天下之優而優 那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可是感覺上你好像 好像是比較是 我不知道耶 就是我感覺 就是我的感覺好像 您會是那樣的人耶 可是事實上其實您不是 我比較沒這種感覺 那是因為心平心 就是那個那段時間 那三個月 三個禮 我當然很多時候不能發生那一個 其實我也很反對 您就是我記得我第一次跟您 談話的時候 其實第一對第一次 就是說你那時候有講說就是說 就是我好像很喜歡強調第一次或是那一刻 其實那種瘋瘋瘋瘋瘋瘋瘋 一個片刻啦 對一個 一個 一眨眼的時間 對 一眨眼的時間 其實我也不是很喜歡 當然你有講說那很 比較有張力 分鏡上比較好用 對 分鏡也是他 不是我 或者用文字上面不太一樣 那 可是我想 我想請教的就是說 就是說 所以是不是就是 我再確認一次就是說 是不是那三個禮拜的閉關時間 是不是就是 等於是說其實是一個完成字 就是自我完成認識你自己的那個 就底定了你這個人的樣貌 那樣貌不一定是具體的 你的中心思想其實已經行夠了 然後後面那種就是很多東西添加接拿 當然你可以說那是重要的一段 但是後面還有很多重要的部分 對 所以其實你那時候其實很多很多事情 就比較了然於心了 也以至於就是說 這都是我的詮釋 不是你 但是因為這個東西是寫你 所以我必須要跟你求證 都沒有關係 反正最後會是 大家會知道是你的詮釋 不會啊 好 沒關係 我們會是 即使我是學歷作者 總是會有一個編輯者 我小時候看到很多都是誰誰誰編譯這樣 不過作者名字都沒有寫 Anyway 我後來才發現 對你犯了很多的詮 很多的詮 對 對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就是說 你其實想 就所謂通透 想透了其實 其實 其實你就比較不會有那種小 比較小愛小我的那種不安存在 比較博魂確實 那恐懼呢 恐懼 小的 大的部分其實 我其實可以知道你 我是覺得如果就是每天都在面對生死 那別的恐懼比起來都很小 那小到就是不是很會在意 理解 因為這樣子我比較能夠理解你的那個 你的你的你的瓶瓶 瓶瓶啊 因為那個瓶瓶裡面不是真的就是 就是其實其實是有有有有波刀 波刀的 當然 應該不能說有波刀 應該是有涟漪的 對 波刀也可以啊都可以啊 波刀聽起來好像你在打電動 OK 然後另外 另外在在求證的部分就是說 嗯 我們剛剛其實 您大概也有回答一點點 有談到所謂的 呃 有意後的生活型態有沒有 那台灣其實真的很幸福喔 就是說 就是 國外其實像現在其實不只是美國 就是各國 我相信這個你給我了解 我不需要再闡說了 那 我們 可是我們好像真的就是 比較 比較 比較好一點這樣 那但是就是 廣達的林白李先生 他其實有講說 就是 宅生活其實回不去了這樣子 就等於生活型態的改變這樣子 嗯 那關於這部分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說 那 除了就是說 我們在 比如說遠距的平寬啊 還有就是我們宅居上面的 不足之外有沒有 那您對於他這個部分 因為 我記得 沒有錯的話就是說 您從那個就是 2008年進行海校 因為這 就是 2008年進行海校之後 那時候 其實你很想退休 就都是遠距的工作 對 其實是很早就遠距工作的人 那你怎麼去看就是說 他這樣的講法 因為很其實 其實就我自己所接觸的啦 就是 我已經很習慣 但是很 就像我們之前有討論到 台灣很多是中小企業 其實老闆看不到你啊 其實他就很害怕 那所以就是說 在 製造出口 或是 很多時候就是那些 宅 跟宅經濟有相關的企業 他可能就是真的有商機 可是宅生活這個部分 台灣 好像還沒有那麼的 我想不是宅男 或宅在家裡生活的人 你說想到一個人的時候 就用LINE開視訊 還沒有變成一個習慣這樣 好像是耶 那您的觀察呢 就您的觀察是不是如同我這樣 我自己感覺上是這樣 我是覺得當然 在疫情險峻的那兩個多月 大家不得不進行挑戰 但是確實因為只有兩個多月 所以新的習慣有時候還沒有形成 然後又感覺 那好像還好 又可以 又可以來辦公室了 或者又可以來工廠 就確實是如此 對 那如果說我們還沒有就是說 就是那個意思 就是 我們一直有在講說 所謂的要改變那個mice 有沒有 那你覺得就是說 每次都叫你建議這樣也很奇怪 好像仿佛 又要把你變成一個聖人一樣 而且還有就是說 為什麼要改變這個mice呢 如果現在是說真的因為疫情 大家必須要關在家裡 那你是有改變的必要性 又或者說如果你的合作的夥伴 因為他們現在都關在家裡 而且沒辦法來台灣 因為他們在國外 那這樣子你必須要學會 線上跟他們溝通 這個也有道理 而且事實上很多中小企業已經這樣子做 對 那但是如果你的供應鏈 或者是你的親朋好友 食物上都在台灣 而且也都可以面對面 那你回到面對面 當然是比較好啊 沒有什麼道理說 好像你非得關在家裡不可吧 你理解 理解 可是 那你可以跟我們分 你完全贊同 那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比如說你從2008年到現在 除了就是說 就是 因為公務的關係 而且再來就是 我也不知道哪裡有傳出來 就是說 你有可能是數位發展部的部長 這樣子的候選人 爆派 對 那除了就是你一定要 無時無刻的現身之外有沒有 那可以分享一下 譬如說 你自己遠距工作的 你很喜歡 因為你有講過嘛 你可以一天都不講話嘛 所以這種方式對你來講 是不是其實還蠻自在 當然遠距工作對我來講 它不是只是 好像說見不了面的替代品 遠距工作本身有它的好處 那兩個主要的嘛 一個是說它可以發聲幾點藏 就是說 我們現在講話 我們如果不特別放一個錄音機 或者是錄影機 我們是不會留下講話的紀錄 但是我如果跟你視訊 那我同時要錄影 這個只是按一個鍵的事情 所以發聲溝通的時候 同時把它點藏起來 這個在遠距的時候是 預設會發生 但是在近端你得特別 價格錄影機才會發生 那這個對於在組織裡面 後面沒有參加這個會議 或沒有經過這個討論的人來講 你如果有點藏起來的話 你可以大幅省去它 就是重新理解這個脈絡的成本嘛 因為它可以把我們的對話 就是重新翻過一次等等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好處 就是它會自動點藏 那第二個好處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就是 遠距工作的過程裡面 我們所產出的這些東西 它會變成必須要自我描述 因為你在看的時候 可能是非同步的 我已經不在了 不會像面對面的時候 好像我想到一句就可以講一句 你想到一句就可以講一句 因為我們是在非同步的情況下 做大部分的工作 所以我們做出來的文件也好 或者是產品也好 或作品也好 大概都得做到一個段落 然後再按送出嘛 然後才放上去 所以第一個在講的 比較是同步的情況下 但是可以錄下來 第二個講的是 包含前面的非同步部分 跟主要是用作品來互動的 非同步部分 那可以養成一個 就是每個人的工作 更加自我描述的 這樣子一個情況 那這些大概之前在 好像數位時代 有一次訪問裡面 大概都講過 而且我沒那麼厲害 從數位時代的訪問 我覺得還要全部幫你 沒有關係 我可以給曹妍姐 對 理解 了解 因為我有留意到 因為我有幫 鄭 插帶 鄭怡婷 鄭怡婷的 遠距工作 這樣做那本書做 做推薦 對 應該也就是 對 它裡面有提到很多類似的概念 對 但是我 我比較想要知道 您自己呢 除了剛才那個 兩個好處之外 再來就是說 是不是就是說 如果說今天假設 假設如果說 您今天不要 就是 退休 不一定想退休 就是投入公務 公共公務師傅的話 您會是一個就是 常常沒事 就是趴趴的人嗎 不過我想這是兩回事啊 趴趴趴 但是可以同時遠距工作 只要我趴趴的那個地方 有4G或5G 或光線或WiFi 那這是物理空間的趴趴 跟在線上空間 繼續保持遠距工作 是同時並行不備的 那就是所謂 三個你嗎 三個自我嗎 我不知道 有人是這樣詮釋你的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棚裡面 他是這樣詮釋你的 那是三個自我嗎 是這樣嗎 不過對我來講 就是現在大概都是連續的吧 因為自從有了4G 那當然現在5G之後 我現在看到什麼 如果想要分享給其他人 那我就用一個360 或甚至就用我的手機 稍微直播一下 大家也就知道 我所在的地方的樣子 所以以前是因為頻寬不足 所以你只能用抽象的方式 來描述你所在的周邊 但現在因為頻寬已經足夠了 所以你透過別人的手機 或別人的眼睛 去看到他所在的那個 視體環境 其實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開個視訊就可以了 所以應該比較沒有那種 好像反差很大的情況 接下來反萌查 反差萌 反差萌 想跟你開個玩笑 一直是 對對對 然後結果又開錯了 這個就是小白 另外再來就是 你還有嗎 沒有 另外再來就是 一樣是求證 如果進入到那個 我會再跟你講 一樣是求證 就是說我想跟您請教一下 就是那個 因為我們在之前 談了蠻多 永續發展的部分 然後甚至談到就是說 你有你的口訣 這樣子 有沒有 然後但是 我不巧剛剛 之前有看到那個 就是黃正宗老師 他其實也是 就是那個 永續發展協會 知道 對 然後其實他有寫一篇專欄 他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經濟就是都維持不下去的時候 有沒有 那怎麼樣就是說 我們還要台股 台灣現在台股一萬四 以經濟維持不下去 好像 我知道 哈哈哈哈 而且還有 對一萬 這是一個假設情境 可是 可是那個 那只是股 是看起來很活熱啊 還是 有些人 其實撐不下去 因為我真的也有 對當然是在講 就是做得不均什麼 這個確實是有 但是 你說這個社會 沒有一些多餘的力氣 來做永續發展 這個可能將會出來 對 他的結論這樣子下 然後 那我就會想說 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我就會想要跟你請教 因為我在之前 其實就是 談了很多這個部分 有沒有 但是他 他會這樣提出來 那他前面他的前提是 指 他的前提指的是說 就是說 那當然是發展 發展永續 是很重要 可是如果我連活 都活不下去的時候 就 就是 那我怎麼樣 還要來講所謂的 那個永續發展 可是我在讀你的過往 跟你的一些採訪紀錄 對不起 採訪的時候 其實您也有提到 就是說 我不知道這樣 是不是 就解答了啦 我自己先講 就是說您其實有提到 就是說 那時候 您在閉關的時候 帶了一本那個 就是 歸軟陰謀那本書的時候 然後其實 其實也有提到 就是說 您也突然 不是突然 你也發現就是說 就是 那個 其實開放緣馬 跟反商 其實是 就是 其實是不會衝突的 那 我 我是不是也可以這樣理解 就是說 我問是這樣問 但是是不是對您來講 就是說 您在看待事情 或理解的時候 其實這兩者 其實是 也是不衝突的 不過我們書法目標 本來它就是 有一個比較 數字小的部分 就是 消除貧窮 消除飢餓 然後保持 健康跟學習的權利 這前四個 那這前四個 剛好就是在講說 肚子要先填飽 對啊 要先 就是至少不要 就是生一堆傳染病 或者是 至少要不會失字吧 等等 那這些都是 17個目標裡面 最基礎的東西 那本來就是 好像一步一步階梯嘛 最後才能夠討論 真的很全球性的 氣候暖化 我們的 路上的生態圈 海中的生態圈 公理正義與和平 開放政府 然後以及全球夥伴關係 那個就是後面幾個 已經很抽象的 所以 當然 一般有學法目標的解說 很多時候 是寫成一個金字塔 就你把最基本的做好 在上面 在上面 然後馬斯洛呢 當然我通常是用 就是文士圖啦 就是 特別講的是 跨部門整合 但是不管你有哪一個概念 永續發展目標裡面 也包含了 就是比較以前的前幾年發展目標的那種 就是要先確定說 全世界都不會有人陷於那個貧窮或者飢餓的狀態裡 我想那個是內涵在裡面 並不是說 你要先解決這些 再來走永續發展目標 因為永續發展目標前幾個就是這些 所以其實也可以用這樣去 不一定要反駁它 但是你可以把這個部分 這就是循序漸進的概念 對 就是說 永續發展目標你確實是 絕大部分變好小的可以先做 或應該先做 那之後才有最後面那幾個 尤其是六、十七 對 對 就是你也提到 就是循序漸進嘛 嗯 還有再來就是說 有時候 那至於剛好講的就是說 就是有時候思考不一定就是那種就是 一定是非黑幾百 有時候其實是可以平行線 是這樣嗎 比如說就是 非黑幾百不就是平行線嗎 你說什麼 非黑幾百跟平行線是同一回事 我的意思是說 有時候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吵架 有時候可以是那種就是說 我就是有兩個其實可以 並行不備的啦 我的意思是這樣 對對 同事選兩邊站 你的脈絡是 就是我不選邊站 我有選邊站 但是選兩邊或每邊 兩邊或每邊 對 好 對選每邊站 對對對不起我講錯了 因為我一直在 我前面要先釋疑清楚 因為我 我怕理解錯誤 嗯 好 理解 那另外再來就是想跟您請教就是說 我好這個發出於個人好奇心 因為您提到就是說 人在不斷的進步當中 其實 其實就是好有好奇心 也有 具備好奇心點 你 十四十五歲的時候 你 你必須說為什麼 背著一個小包包的時候 真的 為什麼要戴 微軟陰謀 因為那本書 我剛好只在看 就這麼簡單的理由 對啊 沒有其他的 好 謝謝 我只是好奇 就是 有那麼多 書 然後後來我也理解就是你看經典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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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原因 那麼熟的原因 因為幾乎是你根本你的頭髮都是一個百科懸殊 然後現在只是 其實這也是我的另外一個求證分 因為我們也有提到 閒聊跟對話 你覺得閒聊跟對話差異在哪裡 就你而言 我想我們就是開始有討論說 我們進行這個對話當然本來是有帶有一個目的嘛 所以它是引導到一個特定的架構或一個特定的方向 那閒聊的話它並沒有特定的架構或方向 可是你不會覺得有時候其實或許別人 他就是真的有那個架構有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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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在 可是每一個人其實他會因人而異跟他他的做事方式不一樣 那但是有時候我常會覺得我們其實就是在 或許你也覺得我們 我不知道我不傳證你 就是說可能是閒聊 那假設就是說 對我來講 當然因為我腦裡並沒有一定要把這個談話帶到哪裡去 所以對我並沒有太大的場地 可是你沒有要帶到哪裡去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們也有討論到一個東西就是說 其實你還是有你自己 你的那個一貫的那個觀點很強 所以其實你還是會 會不管怎麼講你還是會繞回你想講的那個部分 那剛好就是沒有帶到別的地方 那那個部分的話算是對話還是閒聊的 那個部分就是此時此地啊 它既不是對話也不是閒聊 那就當課了 對啊 因為我是把 因為我為什麼會這樣請教是說 因為我是把對話想成是 就是我覺得對話的後面其實是共情 對 對 但是閒聊其實也有閒聊另外的那個創意 它也是共情 對 也有共情的成分 對 那 那 所以就是說對你而言就是說 你在定義它的時候就是說 一個是有目的性的 一個是你有目的性的 就是一個有架構嘛 有 structure 那一個沒有 對 那除了這個之 那 還有當下 那除了這個 那你多半的時間 大部分都在對話還是在閒聊啊 對我來講沒有太大的差別 對 可能對對方來講有 因為對方是 就是 就是 要要這個 觀其廟還是 還是 還是不是 腦裡是常有還是常我 可能會不一樣 但是對我來講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對 那 那 你這樣算 因為我記得我高中的理化 的那個理化系 我現在都跟你講 就是因為你都很對 我高中的那個理化老師他跟我說 他說 就是 千萬不要把那個就是 特例當例子 對 那你這樣的講法 因為我覺得 這個其實 其實跟很多我在詢問你的問題 其實是一樣 就是說 那是不是就是說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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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發生在您身上 這樣子 才算是特例 一般人其實 他很難 很難 做到您這樣的狀態 不是多練習就可以了嗎 我們不是一直都在講同一件事嗎 就是說 當然 不太可能 一蹴而擊 說 立刻就變成是好像 不管對方是帶著要特定做什麼來 或者是想要瞎扯自己的這個看法都不會很容易的被被帶走 對 那但是這個是可以透過練習來達到的 那你練習越多你就越可以這樣子 越清明 對啊 對啊 對 那像他聽那麼多次 從 從之前聽到這邊 有沒有 聽了四本了 他也比較清明 對 這個要問他 問我有什麼用 嗯 我等一下會請教他 好 好 所以 沒有 因為我其實很 因為我覺得其實在跟你閒聊的過程 因為其實我們在 在之前其實你有講到閒聊的部分 可是那個其實 我覺得那個力量有沒有 其實也還蠻大的 跟對話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 但是除了你剛剛講的那個定義之後 我不曉得應該可以怎麼樣去 去 那你可以 幫我一個忙 就是說 等一下 我看一下 好不行 我有點 好舉個例子好了 如果不行我們就那個 就是幫我舉個例子 就是說 你生活當中 或你工作上面 工作上面好了 生活當中就 就是 生活當中 你覺得閒聊 跟你的對話的情境 是怎麼樣不一樣的情境 嗯 我想就是如果是閒聊 那就是沒有特定的架構 或者組織嘛 對 想到什麼就聊什麼 那這樣子的情況 你剛剛是說在工作上面 基本上是沒有的 我工作上可以說是全部都是在有結構 只是這個結構 它可能是很快 就是要留下記錄而已 或者是很窄 就是就是要討論這幾件事情 對但是無論如何 大概都不是閒聊 我上班並不是來閒聊的 對 了解 對 大家上班也不會閒聊 但是有時候閒聊也會閒聊出一些 創意來啊 對啊對啊確實 確實 但那個可能就是對我來講就是下班時間 就不會是上班做的事情 不會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那我插一個小題 對 那您認知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 那您認知的那個幽默感 你覺得幽默感是什麼 幽默感就是能夠 這也是一種共情嘛 就是雙方對於某件事情 它可以轉換一下本來的情緒 到變成比較開心的或比較建設型的 比較正面的一些情緒 對 一種轉念的共情嘛 那幽默感跟開玩笑的差異點又在哪裡 我想幽默是一種開玩笑的方式 在開玩笑也可以有比較不幽默的方式 然後比較挖苦等等 又會被叫做開玩笑 所以像剛剛比如說 我們講到危機百科有沒有 對 就是說我說危機有沒有 那那個其實也是您展現的一種幽默感 算是幽默感 因為畢竟並沒有特別去挖苦誰嘛 對 這也是我這幾次下來 我的感覺 其實不管笑也不笑 或是面具底下的你我有沒有 我的感覺是這樣 所以我就說 雖然我們彼此不認識 彼此不熟悉 但是我其實是 我會想要把那個書拿來給你看這樣子 後來發現就是帶來是不是有點矯情 因為或許 或許你根本也不想看 嗯 我是沒有到會背的程度 所以如果你要往裡面特定的章節的話 我當然也可以看 我沒有想那個 我只是想跟你分享 我那時候讀舊的一本 一本那個小書這樣子 然後陪伴我 謝謝 我不是重點 很棒 我不是重點 我只是想跟你分享而已 這真的很棒 然後另外 好那我們 謝謝謝謝你 就是說 就謝謝就是我 我事宜的部分 你有沒有事 那個 然後我就進行 然後 這接下來就是 我們幾個 比較大的部分 另外就是 第一個就是說 也是 剛剛 其實我們在之前 之前有提到就是說 你有提 有分享到就是說 好奇心 好奇心的部分 有沒有 可是那我覺得啦 我覺得就是說 不管是在公共事務上面 或是在那個就是 痰痰的過程當中 我們通常都是在講一個結果 就是說怎麼樣解決 怎麼樣練習 怎麼樣做 可是其實我 觸及到我的 跑進到我的腦袋裡面 就是我覺得您是一個很會發現問題的人 嗯 當你發現到那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 他就 他就 他就自然有他的 解放或出口了 嗯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第一個 是不是您 如果觀察是這樣 嗯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那如果是的話 那通常 您是怎麼樣去 發現他的 第三個 我們一般人 可以怎麼樣 就是 就是那個 呃 對 跟您學習 嗯 我想發現問題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去聆聽 實際碰到問題的人嗎 因為只有在現場的人 才能夠真正 呃 如實的去講說 到底他碰到什麼狀況 那 所以就是多方的聆聽 選美變戰的方法的聆聽 是發現問題最 最簡單也是最快的方法 對 那之後要怎麼樣子去解決這個問題 呃 當然兩部分嘛 一部分是說你行你來嘛 他碰到問題 有些人也會想說 那要是大家怎麼怎麼樣就好了 那這個是把它收集進來 那第二部分是說 欸當你收集了這麼多之後 嘗試在這些不同的解法裡面 先退一步到大家共同的價值 那這個共同價值之後 迎人而接就比較容易 那怎麼樣練習說 呃 要能夠去凝聚到共同的價值 我覺得還是可以試著對每一件事情 都去看它的正方跟反方 或者是超過兩方嘛 呃 如果任何一件事情 你有具體的建議出現的時候 可以很習慣性的問說 欸但是哪些人 會覺得這個對他有不利的影響呢 或是哪些人會覺得 這件事情其實並沒有 他當初的體力那麼好呢 那這些人又是什麼角度來看呢 呃 在腦裡隨時都可以這樣子兩三方 呃去看 那這樣就會有一個更整體的感覺 那不知不覺之中 那個共同的價值就會很清楚 所以就是不停的就是不停的傾聽跟跟詢問對不對 那怎麼樣去問出一個好問題呢 因為坊間其實有很多的工具書 其實都有告訴你 怎麼樣去問有沒有 對啊 那如果是您的話有沒有 那您通常都是怎麼樣去問出一個好問題呢 就是像您剛剛有提到的就是說 就是站在別人的角度 對啊 利跟不利 其實兩方面都提出來 可能某些方面有利 某些方面不利嘛 那這些都是請對方講啊 不是說我有一個架構 說請對方填一張很複雜的什麼事實上表 當然不是這樣 而是說一個很開放式的問題就是 你覺得現在情況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想法 這樣子 或者是說 你現在看到這些情況有這些想法了 那你覺得別人呢 你知不知道別人會怎麼看這件事情 哪些別人呢等等 大概就是這樣子 理解 可是比如說像問的過程當中有沒有 其實像小壽寧跟您的父親的對話 甚至就是說我們在之前 您分享那本書 對那可能等一下我要請 就是那個認知的不正義性那個 好像有翻成中文 但我不知道那是同一本 不是不是 翻成的是經典的 那我看的是那個handbook 難怪我想說它兩個不太那個 不是同一本 那裡面其實有分成 就是我講的是翻譯的那種 就是經典的那一本 對 詮釋的不正義 尊嚴的不正義等等 對 那它有分成兩個講法 一個就是說 就是我今天在討論認知的時候 一個是從 很多人就是會 因為它的身分地位的不一樣 所以詮釋會 會有天差 因人而肺炎 對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詮釋性 那當我面對這樣的狀況 底下的時候 我怎麼樣問出一個好問題呢 嗯 可是那就不是問啊 你如果理解到 你正在碰到這樣子的情況 可能重點不是問問題吧 而是真的去 以對方的處境來生活為真子 你對方的處境 但是如果說 假設 我沒有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 我 你 你可以撞悠或是 我這邊本來也有寫到你撞悠那兩年 嗯 就是 可是 如果說我沒有辦法向他 就是 以他的方式來生活兩年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那就說短兩個月或兩天了 所以其實 你還是覺得就是說 很多事情其實不是不違 最難的其實還是回到 你常講的就是說 嗯 其實最難的其實還是改 自己要不要改變 兩小時左右吧 對啊 可是你想要相信一句話就是說 就是當 比如說你 假設我們十年前認識 然後 你那時候講一句話 但你現在講這句話 跟十年後 我在感悟你這句話 其實是不一樣 當然 是 所以就是說 你說那兩個小時 那如果那兩個小時 其實我 我也 就是 get不到 那怎麼辦 那就是我的差勿囉 又再花兩個小時 又再花兩個小時 再花兩個小時 對 就看你最後 願意花多少時間 去 同理對方的狀態 那如果到最後就發現 真的不可能 那 你就 也不用再問 什麼特定的問題 就是你可能 現在的狀態 就是不太適合 從這個角度看 那 那就了解這件事 就是 好 那 回到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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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問題意思是 發現問題 那您講就是說 其實就是 傾聽嘛 我剛剛其實是 傾聽 正在遭遇問題的人 遭遇問題的人 對不對 那假設就是說 今天 我不是在一個 聆聽的狀態底下 那 我 可以怎麼樣 就是去 比如說 您今天在 在線上的時候有沒有 你跟很多人在溝通的時候 那 那個時候是 也是一種 傾聽嗎 當然 那 那 那閱讀的時候呢 你的 你的對話對象 那你的對 好 那是靜默的時候 在閱讀的時候 那 那 那你在跟文字打交道 對不對 你在跟文字打交道的時候 其實 其實那時候 你要怎麼 那也是一種傾聽 就你可以帶著傾聽的那種 態度去閱讀 就如果看不懂 那一定是我的問題 而不是作者的問題 對這種態度 OK 理解 對 是 那我就是多看幾電嗎 對 看到懂吧 對 或者是去 想辦法查字典 查資料什麼的 但是總是 假設說那個作者 他真的是有話要說 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也可以說 其實是 在現在這個時代裡面 其實因為你很早就接觸 數位 數位 還有網際網路 那 反倒到現在 其實你也有提到就是說 寬敏已足有沒有 在現在這個狀態 不管以後有沒有發展 6G 7G 8G有沒有 那我們其實要找到 找到的東西 其實 其實可以 其實 其實可以說 已經是沒有一個極限 一個邊界 對不對 對啊 就是說 絕大部分的時候 是我們的想像力 或者是我們的行動力 是那個主要的局限 而不是技術是主要的局限 對 想像力 對 其實 想像力 這個其實也是我很想要 想要 就是 就是 請您再多闡述一點的東西 因為其實這個 這個 這個範疇 我們其實在 對話過程裡面 一直都有冒出來 一直都有講 但是如果說我們如何 如何就是說 在我們 共同創造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讓 不管 今天假設 我們就拋棄所謂的 那個 就是目的心好了 嗯 那 它當然還是存在 但是 但是就是說 我們可以讓大家 理解 那個想像力的 的 的 那個 你就想像力可以 可以學習嗎 可以啊 就像你說的 把目的心先 先放進刮頭 先放旁邊 對 我等我 對 先把 對 可是那算是練習嗎 那其實也不算練習 那其實就是 就是 就是自在 那不叫練習 練習 練習本身其實就是一種技術 不是一種 藝術 算是 同意啊 所以現在就是說 如果就是已經辦了目的心 好像背著太久了 沒有辦法一下放下來 那你可以練習 先鬆動筋骨 放一點點下來 再放一點點下來 等等 那個部分可以練習 那等你真的放下來 沒有練習科研之後 會同意 你也是這樣做的嗎 是呀當然 那通常就是說你在哪一個時段 不要說哪一點哪一個時段 就是說你在哪一個時候其實你是真的比較 peaceful 就是說因為我 因為我看了就是說您之後其實也有就是去周遊列國啊 然後您其實就是也有疲倦的時候 因為那個其實也是我等一下要請教 疲倦也是可以peace吧 對 要會醒 當然是那種是一種自我內耗 對 那是一種內耗 不過那個是 下一段就是 那是第四段 那這個時候你怎麼樣就是 是可以做到就是說就是讓你的想像力飛遲這樣 嗯 大概兩個嘛 一個是說 今日是今日比這個之前講過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即使在這個活動的當下 那也盡可能如果我現在聯想到什麼 或突然間有什麼冒出一些想法等等 那這些在心裡有個空間嘛 等於說這些點子什麼可以先放在那個空間裡面 它不影響我們目前的對話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台日都可以共情的 因為我們之前有舉到兩個嘛 一個就是他們防疫嘛 第二個就是我們地震嘛 對不對 那除了這個 台風之類的 對希望他們平安 因為我覺得他們越來越嚴重 對啊 對他們是 對 那可以幫我們舉一個例子 比較能夠讓一般人理解這樣子 像戴愛夢啊 之前有舉過這個例子 對啊 但是這個例子我已經放在你那個門了耶 OK 可以再幫我一個忙嗎 因為我就把 對 到時候你看就知道 那是這樣子嗎 OK 覺得那個是等於一個抽屜的 因為他 因為他一直在 因為他一直在 我要幽默一點 他一直在那個 我就把那個 對 全是到那邊了 OK 但是 因為其實在台灣 最通俗的日本文化 很可能是戴愛夢 對 所以 所以 你要我講別的 那好比像珍珠奶茶也可以啊 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也是在日本有非常多創意啊 沒有 所以 它本來到底是黑珍珠白珍珠 到底是豆奶還是牛奶 到底是 綠茶還是紅茶所侷限嘛 那甚至 後來放披薩上的也可以叫做珍珠 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概念本身 它 當然是有傳播力 但是有傳播力之後 它因為不去限制 它可以怎麼樣使用 等於說它本來那個目的性 珍珠奶茶那個目的性 被放進瓜好了 所以它變成一個 大家都可以混搭的一個符號 那甚至就是你珍珠放在任何地方 都可以做出一個梗來嘛 那 甚至就是奶沛博寶茶也可以叫做珍珠奶茶等等 所以到最後它就變成是一個延伸性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我覺得是很有創意 也是想像力的一個發揮 變成珍奶或珍珠這個概念 變成各種創意 往上面的一個裝載的一個容器 一個載體這樣 其實這上次您也有跟我們分享 就是說 它當它延伸的時候 其實就是奶茶聯盟的展現 對啊 那奶茶聯盟也是很有創意 是啊 是啊 那這個部分 我理解 抱歉 我再回過頭 就是說 我其實不應該打到你講 就是說 哆啦Amo那個 我可不可以也再麻煩請您 就是說 就是 如果我們以哆啦Amo為例呢 對 為例的話 其實就是它裡面很多像 如果電話停等等 它都是在想像說 如果某件事情它不是現在這樣 而是某種樣子的話 那世界會變得怎麼樣 就是一個as if 假設怎麼怎麼樣的話 那我覺得像這樣子的練習 就是說 那我不會把生活中的任何一件特定的事情 看成是好像公理或公社一樣 而是說 我可以想說 那如果現在是有一個如意電話停 然後這一個改了的話呢 會有什麼樣子的結果 那很多科幻小說都是這樣 但是 因為如意電話停在 或如意電話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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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特定的道具啦 所以我本來是想要提這個出來 理解 這個滿好的 對 因為我已經把你那道門當作是 對 那個 如意電話門 嗯 謝謝 嗯 然後另外這樣就是說 另外一個 一個 想想我還沒有什麼 好 因為我要專心地講 所以 好 第二個命題就是 不是第二個命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 就是 我們上次有講到消除奇異這件事情 對 那這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其實就是 清清代過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這個概念 對於很多人來講 我覺得不管是社會性 或是個體性 其實都很重要 那這部分的話 你可不可以闡述一下 您的觀點 可不可以幫我們舉 一個兩個發生在您現在周遭的一個例子 或是我們目前的 大家能夠理解的例子 你說像中國兩個字嗎 也可以啊 中國 因為其實我上次 上次你講中共兩個字 我也覺得 我心裡想說 已經很少人這樣講了 對 但是講中共 就是因為想要消除奇異性 嗯 就講的特別是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那個政治實體 那而不是特定的 往可能文化的角度講 或者往 就是語言的角度講 往其他別的角度講 那地理上 當然我會說 歐亞大陸 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在每一個不同的 消除奇異的層面 我盡量用不同的字 不然的話 很難知道 你正在指涉什麼字 就是同樣的字 好比上 中國其實在日文 也有它另外的意思 對 那或者是說 內地 以前在我阿嬤的時候 指的是 日本內地 是日本內地 對 那對 就是台灣是邊水 那內地指的是 日本本州 或本國 對之類 所以就是說 同樣的漢字 其實你如果不去看 它是在哪一年 什麼地方 對誰 可以使用的 那很容易就會出現 就是誤讀的 這樣子一個情況 所以我現在用字的時候 特別是像中國 這種用字的時候 我盡可能在不同的層面 給它不同的 至少發音吧 或者不同的詞 來描述 所以當我在講到 政治實體的時候 我還是會用中共 比較多 這樣子 那這樣子 會不會也容易 讓人家產生誤解 這是一個 誤解 我想中共應該 就不會有人誤解吧 我所的誤解 可能就是 政治上的解讀的誤解 例如想說 可能 大家會覺得 是比較偏 偏 毒 台毒之類的吧 你說 統派不會講中共這樣 嗯 統派老闆一般來講吧 一般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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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個 不是重點 因為統派會講共匪 統派會講共匪 我不曉得 你說藍統 就是要去統一人家的 對 對 對 也是有啦 不過那樣子的話 還是會講中共 反共抗俄什麼的 對 殺樹髮毛 對 那個也會講中共 所以 而且 不是他們也自稱中共 我覺得這是一個 neutral 這是一個很中 很中性的一個字 對 那我想這樣 好比像說 講到 這個政治實體的時候 那我通常是講民國 那講民國就是 比較不會 好比較 簡單來講 大韓民國也是民國沒有錯 但是我們在現在這個語境裡面 講民國大家知道 是 就是中華民國 台灣這樣 對 像是講話的脈絡 對 所以就是說 一邊講中共 那一邊講民國 他是比較 比較不會互相 就是發生重疊的定義於 的情況 所以也就是說 就是說 因為其實您剛剛也有解釋 就是說 相處期益這部分它的重要性 對 那我也發現一點就是說 那所以 進一步來講 就是說 其實 您 您之前的用 用法是說 你對於認知 或知識論上面的精準 你這個部分 你很要求 比如說 我講兩個小時 兩點開始 你說兩點半 可是其實你不是要糾正我 你其實是很精準的 要求那個 因為未來的人 在看這個錄影的時候 他不會知道 到底具體是什麼時候 所以就是 等於我們盡可能 在知識上面 給他一些 客觀可以簡證的一些知識 其實那也是一種同理 對不對 對未來的讀者來講 對他比較好 對 對 對未來的讀者 對 那 對 這我又多學了一個 未來的 所以其實 其實 對您來講 精確 用字 或這個事情 這個其實不是 中間我插出來這一條 就是說 我們延續剛剛講的相處 他就是在省未來的人的力氣 是 對 是 那等於是說 所以對您來講 你也很嚴格要求 那個精確用字 對不對 就我如果花一兩秒 可以找到一個比較精確的字 但可以省掉 就是未來一兩百人 一兩秒 那這就很值得 可是那個也是一種公益性 當然 當然 那如果說 假如說 今天我在 我在我的生活當中 或我在我的職場當中 有時候其實 其實就是回到 就是剛剛您講的 如果我就是一個 職場小白的時候 那個時候怎麼辦呢 大概就不會很 提愛公益性 我是說脫離公益性的時候 因為您的那個 公益性的那條脈絡 我有抓出來 因為在不停的離經的過程當中 對 那你不 care公益性的話 你當然也不用特別care 用詞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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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覺得 您還有教 還有告訴我 跟我們分享的一個部分 是說 除了就是說 公益性 就是我其實是可以在 我 其實只要我參與 對 我是 我是 我是那個群體 就是engagement 就是我 這也是你講的那個字眼 我參與在裡面的時候 其實我 其實就已經在 參與公益的這件事情 對 那其實對於一般 的職場裡面的人來講的話 有沒有 或是 是生活裡面的人來講 的人來講 它其實是可以藉由 那時候 你有 我想到的那個例子是 就是你阿媽 你外婆的 鄰居 六十歲的 喇嘛 六十歲的 喇嘛 七七歲 就是 對 對 他講 他講到那個口罩的問題 那 其實他也在參與了 那我要講的是說 就是說 我怎麼講到這個 對 對 就是 我其實就是說 我其實 不一定是 是不關心公益的人 那是不是就是說 就是 一般人 他其實 假如 他也 他也沒有辦法 就是真的就是 在 在跟 那個 我的同事 互動過程當中 很精確的用字 那時候那怎麼辦 對 那就不精確 因為他其實不需 那我 好 那我這樣問好了 如果今天我們不是 因為有 有錄影 然後讓日後的人 他對未來人生 利器的話 那譬如說 可是我覺得 您假設今天沒有投入 那個公部門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 您自己在翻譯 跟您自己在做 很多事情的時候 其實您也是一個 就是 不一定是嚴謹 但是生活嚴謹 就是說 你也是在追求知識 跟認知上面 用字很精確的人 那翻譯還是會發表 發表還是會有很多 不特定感看到 並沒有什麼不同 那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就是 如同您講呢 如果我們撇開所謂的 公益兩個字 就是 就是 我們 就是 為了 就是 是不是就是說 就是 您講的就很簡單 就是為未來著想 就這麼簡單 當然 那所以其實 如果說我是 一介凡夫俗子 就是 就是 就是一般的人 其實我其實只要 我就是 這個是最 最最 comment 就是最 最平凡最簡單的 還是說 他是 他是一件 就是我要 我要 我要特別特別就是 強化自我的一種能力 我知道這是一個很破 很破碎跟很分裂的 就完全沒有脈絡 對 完全沒有脈絡 沒錯 對 但是如果講 可是這世界就是這樣子 常常是沒有脈絡 所以常常 對 那這沒有脈絡的情況下 你愛怎樣就怎樣 但是 很容易就因為這樣子 好 他就變成 別人眼中的你 但是這樣會變得套套邏輯 我 我 對 可是就是說簡單來講 就是說我們剛剛在講的很 其實概念很清楚 就是如果你在寫一個東西 講一句話 或者是做任何一些創作 那你的目的是要給未來的不特定人 而且可能很多人所聽所看的話 那麼用詞盡可能的不要有那麼多的奇異性 對於知識的傳遞是有幫助的 那這個概念其實極為簡單 那但是這並不是去否認掉說 好比像說有的時候一字雙關 他可能在詩上面有他的美麗之處 有的時候有一些喜劇或者一些幽默 他就是靠著這些意義的不明確來達到 也沒有說我們在日常語境當中 總是好像作者發表作品那樣子 因此也不是隨時都應該要要求精確 所以我剛剛講的這一個 並不是說其他別的地方 都一定要套用這個脈絡嘛 所以當時才會說 那如果去掉這個脈絡 好像說隨時隨地都是要這樣的話 當然不是我的意思 對對對這樣 謝謝 慶祝很多 對不然很容易 因為很多人會很想要 校齡學習嘛 那很多時候就是說 可能真的用字沒有那麼精準 或是說就是如同就是說 我剛剛那個狀態 其實那個脈絡跟那個思考的邏輯是碎片化的 對對對 那這樣子 可是這種情形 可是我這種情形是常常發生在我們的日常 當然 當然 那所以就是對話的其他人要幫忙補向脈絡嗎 對對對 這在互動 對對對 謝謝 好 理解 所以都有一個前提在啊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這樣會比較 我們會把事情理清楚一點 不然很容易就會像上次一樣經典跟小說的閱讀的差異性 好 另外再來就是說我們還有一個 呃 好錯啊 那你 對等一下 小主其實我還想要請教 呃 難處其實你也有提到了 好 另外再來就是說 我們之前有講到傾聽的力量 思考的力量 對 然後不一定力啦 那個是我講話的習慣 它的效果 對 對不一定就是效果論 因為 對 那 可是有一個部分就是我們比較沒有 我們沒有討論到就是說 就是 筆 書寫 書寫的那個 帶給你的意義 我覺得我不用力量了 因為你那時候你講說就是滑啊 或是打鍵盤啊 對 它比較線型 對 而且它其實會打斷了你的思緒 對 然後它其實會就是 對會打斷你的思緒 那基本上就是說 你怎麼 你怎麼用 你怎麼 你怎麼寫 你怎麼用筆的 你怎麼寫 然後 怎麼樣 標註的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個人的經驗嗎 因為我相信這個部分也是很多人想要學習的 嗯 我想要拿出給你看就是 我想要讓你看那個 拿姐你的筆記的做法 請啊 不用客氣了 不用帶啊 因為我怕你笑我啊 OK 總之 大概我大部分都是用手寫版 那不管是iPad或者是目前的手機是Note 那都是用筆嘛 那寫就是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那如果不是字可以表述的就用畫的 那然後寫完之後 怎麼畫 怎麼畫 後面像說像 想到一朵畫就畫一朵畫嘛 想到哆啦Amo就畫哆啦Amo 對 就是有時候你畫一個哆啦Amo 比寫哆啦Amo來的快 對 那所以就寫下來 寫下來之後 如果有別的概念跟它可能有連結 那就寫在它旁邊嘛 然後中間畫一條線嘛 那隨著時間過去 當然會有越來越多的想法出現 那這個時候可能就會去搬移這些概念 到一區或者是縮小它到這邊 然後在整個放大看裡面的細節 所以其實它也是編輯工作 它不完全只是記錄 那這裡就是為什麼需要用 就是電子的方法來記錄 因為如果是紙本的話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除非你一開始寫的那個載體就是便利貼 這種本來就很容易移動的東西 不然的話 總是在就是螢幕上面 或電子紙上面是比較容易寫了之後 再去翻譯它 那這樣可以全文檢守嗎 可以啊 它可以做筆記辨識 就是你講的那個 對 OK OCR 對 對 那您最近 您最近 你可以現場 嗯 卸白板嗎 可以啊 方便嗎 可以啊 通常你的方便嗎 那那個要不要請 沒有關係 我們就超出敬位以外 這樣 可是你這個可以讓大家看 我們未來找下 好啊 那你就 這樣嗎 因為它那邊有一個監看的一個 喔 好 所以 你調到 擺盤上就是啊 多起 坐個床 也可以啊 你可以直接 搬到桌子上 嗯 嗯 謝謝 沒有了 我已經弄好了 來 好 對 現在的 可以幫我們演示一下 就是說你平常用筆是怎麼樣 用的嗎 然後你們可以怎麼學習 因為很多人他可能畫一個語言 或是他上弦那個律師他會好多 嗯 那你平常是怎麼樣 嗯 假設我們今天在討論就是 對 討論比這件事情 嗯 然後 剛剛有提到說 主要的還是在iPad嘛 跟Note嘛 這兩個表面上嘛 那這兩個表面 就是 暫時都先把它叫做 就是書尾啦 那但是當然我們還有 有一些別的嘛 好比像說這個白板本身啊 啊 啊 那我們剛剛提到說 白板如果再加上 就是便利貼的話 那 它就比較接近於 這種數位的 就是可以移動啦 那所以這裡可能 換個顏色喔 可以移動 所以過程當中 你也會換顏色筆對不對 對 然後數位的部分 當然還在加上 我們剛剛講到的 加上OCR功能的軟體嘛 那它就可以進行 就是全文的檢索嘛 嗯 好 然後 我們剛剛提到說 就是可移動跟檢索 這兩件事情 大概就是 腦裡脈絡形成的這個過程 所以這裡面其實這兩個大概都是在講脈絡這件事情 好那所以不管是從檢索得到脈絡 還是從可以移動的這個部分 一定程度上面形成脈絡 它當然這個脈絡有幾個功能嘛 一個好比像說 它可以重建討論的過程 好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就是你不是想要重建討論過程 你想要得到結果 你想要畫重點的話 那就是它可以就是召喚行動 就好比像說 前面的這些都不重要 你只想要知道說 用筆 這個有哪兩件事情可以做 那你只要看它的右下角 就是這是一 這是二 好這樣你就看完了 等等 大概是這樣子 後面這就是結果 對啊 對啊 然後前面那個的話 就是有力 它的過程嘛 對就是腦裡冒出什麼想法 這樣 OK OK 好我們繼續 謝謝 回到本來的經驗 謝謝 我相信這個對大家來講 應該很有幫助 謝謝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剛剛有請問 那是我自己講的 但是就是說 你習慣用筆不要用滑的 是不是真的就像我剛剛所講的一樣 就是說 思緒不要被打斷 這是一部分 然後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因為用滑的的話 它主要還是線性的 就是它是一個時間方向 那剛才可以看到說 兩個維度都有使用到 兩個維度還是多維度 這是兩個維度 這個白板只有兩個維度 那 因為我們也有討論到維度的事情 對 那有可能產生多維度嗎 那你當然如果是放大縮小 你就多一個維度 又多一個維度 對 但是放大縮小的過程當中 你不是說你不會去觸控那個螢幕嗎 當然放大縮小它不是滑動 它是一個 就是它是剛剛好到那個位置而已 所以我不是說 就是說講任何事情它有脈絡 就是說我講的是說 我不會我的手好像一直黏在一個 無意識的滑動螢幕狀態裡 但並不是我好像那個螢幕有毒一樣 不去碰那個螢幕 不是這樣 所以放大縮小的時候 當然會碰到螢幕 我會這樣問我當然知道很stupid 但是 除非有人真的 就是有人去聽 就是有人聽 他去聽他才可以理解 可是變成平面的文字 有些人他是不會理解的 所以是需要去詮釋他 我理解 所以就加一段註解 這是很好 所以抱歉 了解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這個部分其實蠻重要 因為現在其實有很多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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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其實不用筆去寫東西了 對 那在這裡 就可不用待在這裡 我的iPad可以給我 謝謝 iPad在那邊 這樣好 謝謝 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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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繼續 嗯 嗯 現在很多人不用 你剛剛有講了 我想一下我可以再怎麼樣 嗯 240 10 這邊你有沒有要補錯部分 完全沒有 嗯 然後那是筆 嗯 對 而且我也親眼目睹 你那時候在會場的時候 你真的就用筆在做 嗯 一個 在做note 嗯 你要看那張照片 待會可以給你看 好啊 好 另外再來就是說 嗯 嗯 2005年2月到2006年11月有沒有 你兩年到20個城市 然後那時候就是說 你是受了一個數學教授的影響 嗯 那 你在 你自己 有你自己的一段探索的探索之旅有沒有 那 雖然有人會覺得說 好像就是以前就是有所謂的Gave Year嘛 然後也有所謂的狀猶這樣子 那 對於現在的 因為我們之前有討論就是說 就是 因為現在網路上的 的那個就是互動有沒有 其實他本身其實也是一種 也是互動 不一定就是宅宅家 因為 嗯 對 那 那所以就是說 那你對於就是說 因為現在有很多年輕人 他們其實 比以前更願意給自己 就是說 多一年的時間 或甚至像現在大學裡面 我們其實有很多那種交換學生 或是出國去出就是 反正就是到國外一年的時間 然後對 那你給他們的就是說 你自己的 第一個你先談一下 你這一段 我這段很精彩 然後也有寫了 但是 就是在另外一個朋友裡面寫的 我還是希望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 闡述 因為我想 我相信 你再次再去闡述它 都不一樣 你的探險之旅 那一段時間是一個什麼樣的過程 然後 就是給你年輕人的建議 兩個問題 一個當然就是 因為我是帶著一個專案 是為了要學習這件事情 而這個專案又非常複雜 以至於如果不是全球的專家 一起來做是不可能有機會做完的 所以是懷抱著像這種 大家都是一大塊拼圖裡面的 一小塊拼圖的這種心去做 所以它比較不像是說 好像我去一個地方 我就待在那個地方 而是說 當時這個題目 需要帶我去哪個地方 我就去哪個地方 所以這個跟耳機是比較像的 而比較不是傳統上 所謂度假打工 或者交換學生 那樣子的太陽 因為那樣的太陽 你在出發前大概都已經知道 你這段時間會在哪裡 但是我在當時去第一站的時候 我並不知道我最後會去哪裏 那所以這是大概最大的不同 那你說有什麼建議嗎 我覺得重點還是要找到 你在那兩年 所以那兩年的收穫 其實就跟那個棚裡面 另外一個棚裡面講的一樣 是一樣的 對啊 就是可以很自在的 面對自己英文不好 這個事實 因為發現到其他地方 在英文也都蠻普通的 對就是不用文法很完美 就可以不怕講這樣 對 然後還有就是真的 你真的住到人家把你趕出來 你才走 就是說他會建議說 其實這個題目在我這邊 也只能解到這個程度了 那有誰就是比較適合 你不如去哪邊這樣 確實是這樣 那你蠻精彩的耶 是啊 那除了就是說 有目 就是說就是 你是帶了一個專案 一個發展 對 我每幾天都會寫日記 而且日記現在都還在網路上 可是我在你的工作 那是工作紀錄 是2016年 那是我工作的 那我在講的是 plugs.blogs.com 對 那那個是 就是當時的等於日記 每一篇都是 第幾天第幾天 這樣子的 用理解 那個部分就是說 如果說你會 我知道 好 對不起 那你說有什麼具體建議 具體建議大概就是 不用覺得好像語言本身 是你要充分掌握才能使用 相反的 其實就算笔手畫腳 或者是這個語言 是你在使用的時候 完全實態啊 這個就是 附屬單數型 全部都用錯 那這也不錯 就是對方第一個 還是其實聽得懂 那第二個是說 這也是讓 就是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更有 更有意思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說不要 因為覺得自己有 能力 覺得不好 覺得怕被人家笑 而不使用 這樣 可是你討論的問題 都是我看到 就是都是論文啊 還有就是 他的命題其實都是 還蠻深奧的 其實筆手畫腳 真的聽得懂嗎 可以啊 當然可以 那啊 你一樣 同樣的問題 刺激還是要請教你 就是說 那你在那個時候 你曾經發生過 一個什麼樣的情境 然後 然後後來其實 其實就是 就 你給他們建議就是說 語言其實不是最 最最最最最優先的 然後 您其實迎刃而解了 對 也不是迎不迎刃而解 就是純粹日常的那種態度 嗯 對像我這幾天 才去跟一個叫做浩爾的一個翻譯者去錄一個叫做VoiceTube的一個學習的一個歷程 那就是在教大家怎麼樣不要怕講英文的這個過程 那然後他最後就要我這個用英文跟日本的英文學習者講一段話 這樣子 然後因為他也好像要給日本的朋友分享 他可能會下字幕之類的 那我當然就用英文講嘛 對那所以我一開頭就說這個 就是You doesn't need to care about the grandma 之類之類 那當然這個本身就是文法錯誤 因為是You don't才對 那所以就是像 可是你也聽得懂嗎 我講You doesn't又怎樣 那事實上 在網路上也有一些YouTuber 有一兩位 他們專門做一集來講說 我在跟國際媒體講話的時候 我的英語犯了哪些錯誤 這樣子 對對對 但是事實上並沒有影響這個訊息的傳達 所以如果你要具體的例子的話 或許可以去看這些YouTuber 你只要去找什麼唐鳳的英文也不是100分 唐鳳的英文什麼又什麼問題 很快就會找到這些YouTuber 怎麼會有人那麼無聊 都也不錯 那除了語文之外 那對於現在就是說 好另外一個就是比較實際的問題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就是宰那個事情 那扣掉我們上次 除掉我們上次所談的 就討論的那個宅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它其實也是一種交流有沒有 還有沒有一個就是說 就是說我是不是非一定要 要所謂的撞遊 因為撞遊其實是 另一個棚 提出來的一個名詞這樣子 而且它講的是中年撞遊 那是不是就是說 一定要走出去呢 不過當然你就是 就算是在台灣 你不用半小時 你也可以到一個完全不同的文化 所謂到內移民之類 所以就是轉換一個不同的文化的視角 它當然有好處 但是不是一定要花很多的力氣出國 大概我也必 這部分可以幫我們多參與 比方我去烏來山里 這也是一個文化商的轉變 對 那這個就沒有出國 也不用過海關什麼 那第三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這是我自我詮釋 如果錯 請你說NO 就是說第三個部分 是不是也跟你說 就是說因為科技的關係 因為我不太想要去引導 或是導入就是 比如說什麼AI 5G那個部分 第三個部分 是不是也是因為科技的發達 其實我們 還有我上次講的VR有沒有 就是你今天 就算你不是在火星上面 對 可是其實你可以透過VR 可以感受到火星 對確實是這樣 對 或是你看到就是說 地球其實是一個很脆弱的 一小船的感受一樣 是 所以那個部分的話 是不是我可以 就是借助科技的力量 的部分 那個部分的話 是不是也是可以 所以不管今天是給年輕人 一些建議 或是破除一些迷思 這部分可以幫我們再闡述一些 不過我覺得這個跟 撞遊還是不一樣 因為你一個人在那邊 帶著VR看火星很感動 那種感動就跟 可能就是看 不知道摩羯或精靈寶鑽 那種那還是很個人的事情 對 因為那個作者 並沒有在你旁邊 也沒有跟你對話 但是我們剛才在講 那個脈絡比較是說 把自己投身於一個 因為很大的一個問題 你必須要從不同角度來解決 所以那還是一個 共同創作的狀態 而不是一個 就是自己在那邊感動的 一個狀態 深美的狀態 所以共同創作狀態 當然透過科技 你也可以在線上 現在不管群眾募資 或者是 就是共同創作 本來就已經超越國界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就是怎麼樣確保說 那你了解到的 不是只是 然後對方工具型的部分 就是他可以幫你 募多少錢之類 而且你真的能夠從他的角度去看 那這個問題從他的角度 要怎麼解決 那這個當然也許 就是視訊的AVR 什麼都可以做到一個程度 但是這個要有意識的去做嘛 不是只是看對方的 就是粉絲頁 就可以自動做到事情 理解 謝謝 所以是不是我也可以說 就是說 在那前提底下 就是 有一句話叫 一句成語是 厚姬勃發嘛 對 是不是就是說 我的理解是說 如果要達到像你這樣 你這樣的境界的話 是不是 其實你在很年 你在十四十五十六歲的時候 你其實幾乎把很多 中西方的經典都已經讀完了 是 所以其實我有那些底蘊之後 其實當然我今天不管在線上線下 我其實就 至少在認知上面就可以理解了 那 認知的不正義 那個就是另外一種視角了 我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 我知道你的意思 確實 就是如果你視線已經 對對方所來的那個文化的脈絡 有一些概念上的了解 那這樣子的話 就更容易進入對方那個情境 那這個時候 所謂的景點當然是有幫助 對 所以我其實就是真的就是 就是不一定就是傳統講的那個就是 就是那個 讀萬卷書不如萬里路 其實那句話也可以被顛覆了 對 但那個前提還是說 你讀萬卷書的時候是抱持著一種 好像是你確定要做客傾聽的那種心情 去讀那萬卷書 理解 理解 因為現在人其實就是缺乏傾聽這件事情 像是圖達堅老師也是把聽這件事情 放在最前面 對 而且時刻是提醒你去問你 理解 其實 所以我就說你很簡單 是一個很簡單的人 對 你製成 一 製成一個脈絡 是 好 然後 然後 想要確實在 也只是確認 就是回到傾聽 因為剛剛說 找到問題 問對問題 就是大家常常在討論怎麼做 什麼步驟 但是 您講的就是傾聽 就當是真正的傾聽 就可以解決了 發現問題 就可以找到問題 對 發現問題 至少問對問題 對 所以就覺得很 很 因為剛好最近在看到那個蜜涅瓦大學這邊 在講說 發 就這個素養 找到 問對問題的素養 是 它會分成五個步驟 然後還會 就是分析現況 設定目標 主要障礙 問題規模 避免實況 還會討論到 就是條件 限制 他們還有一個討論區 叫forum 對 可以線上即時的把大家拼圖拼起來 但是 但是從剛剛我就在對應說 傾聽也是在分析現況 對 然後傾聽也是可以 設定目標 然後找到那些限制 條件 對 其實最大的差別 就是 對我來講 我不需要是解決問題的那個人 那 後面就是 你剛剛講的這些比較應用性質的 它都有一個前提 是說最後我發現問題之後 我還是得自己解決 但是對我來講 並不是這樣子 大部分都是大家已經解決了 只是這個解決問題的人 它解決方法 其他人也不知道 或者有所誤解 那是我的工作只是 把它的解決問題的方法通案化 然後讓大家可以了解 那問題就自然解決了 其實我並不需要去解決那個問題 但是用在說現在要找到問題的癥結的話 傾聽也還是 對 這個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就是假設這個問題不是只有你自己遭遇到的話 那你去傾聽碰到這個問題 說不定碰到比你還久還嚴重的人 那總是比你自己空想要來得好 當然是如此 空想跟冥想差一點在哪裡啊 嗯 就是空想是你去進行思考 但是沒有思考的素材嘛 對那冥想 當然一般是覺得已經有素材了 那您在冥想的時候 您的素材是什麼 就是我們白天的活動啊 他不是那種就是打坐上面的那種冥想 然後就是完全都不思考的狀態 不是 應該是說比較不是去詮釋性質的思考 但是當然還是有思考在發生吧 只是說不是你隨時鍋蓋打開看一下 整熟了沒有 當然不是這樣 嗯 理解 就是很很糟 對我們那時候有舉一個例子 就是很焦慮去打開他的手 自然真不熟啊 自然真不熟啊 嗯 懂 謝謝 還好嗎 還好 我很好 ok 我 我 我要 還好 還好 我要 對 對 開始冥想 對 這兩個月是老天給我的一種 很氣 然後呢 我覺得每天 就是每次跟你台灣話之後 嗯 覺得 覺得 覺得很舒服 就是 而且帶來滿滿正能量 好 他已經差不多寫完一遍了啦 嗯 可能就是有一些問題就是在做確認 對啊 不是例子的補充 我一直不要退稿欸 哦 沒有啦開玩笑 開玩笑 那是一直只有退過一次 了解了解了解 開玩笑 一次 而且我在 哈哈 那也不叫退稿 那只是出稿的討論 了解了 沒有啦 我開玩笑 這是我不對 我自認為無聊的幽默感 但總其實差不多已經寫好了 這個還不錯 還沒啦 少想應該三分之二吧 對不對 一半 有一個 那個 就重新打破結構 再結構 然後再 就是在求證 然後再 再形成啊 然後 當然 當然就是 細微的細節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都是在做一些細節的 好 然後每天都不斷的接受到就是說 就是 你的書在本的書一直 我每天看到那個 我真的覺得好恐怖 都看個天空相 這樣再看 一萬噸兩萬噸等等 對 不是數量不單 數量是他比較擔心 嗯 我在想說 沒有就是很好奇很多人的一些 就是很好奇的內容 接下來要求的書已經都有在曝光 對啊 對 日本那兩本都已經出了 它壓力比較大 對 欸自由那本我沒有看到 因為日本我有看到那個 AI那一個 可是他們都有Kindle版 所以你買Kindle的話 瞬間就會看得到 那兩本都 欸另外一本也出 自由的手指跟AI 現在你訂Kindle版 應該 應該不是現在 就是下個禮拜就會 就會給你 喔好 那我上去找自由的手指那一本 對對對 因為那個 我有看到那個 AI那個 相談小 對 好 這不是會啊 我只是想說 每天都會有人PO上去 我想說 好 另外再來就是 那個 呃 剛剛我們有提到2008年 對 對 那因為我們這個部分 它其實不是像 您的第一本書 其實是自尊式的 就是 從頭就是讓你 回顧你的一生這樣子 因為那個 那個那個 我覺得你 你可能到了你 100歲的時候有沒有 因為你現在如果按照 我們剛才講的 2.5倍率的成長的話 你現在可能已經 100歲回顧一生了 對 那可是這個 這個不是 我 但是我想 我還是比較希望說 能夠發掘一些 就是說跟大多數人 比較共感共情的部分 當然 因為跟你的整個的 價值主張 還有你的那個 思考脈絡也比較像 是 那但是當然啊 不會也就是說 就是我們要落到最下面 對很多人來講 他的一些情境跟情況 那在這邊 我想跟你請教就是說 2008年的 金融海嘯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 您有提到就是說 你出現了 所謂的那個 工作間帶 就覺得 幫這個金融機器 繼續潤滑上游 似乎不是 我的時間 最有效的理由 對 那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對 我也有看到您提的那部分 可是我也很好奇 那個時候 你怎麼會談到就是說 因為也是那時候 你開始再加上班 然後那時候就是說 你怎麼會談到 中年危機這件事情 那時候其實 你並不是中年耶 我考慮到我 14、15歲創業的話 那時候等於是我 27歲嘛 也就是出社會 大概12年 13年左右 那如果你換算到 就是一般人的生活的話 那也差不多接近中年 對 理解 那如果說就是說 我們回憶當時那個狀況 我相信現在你就算再忙再累 應該也不會 我不知道會不會倦怠 那就兩個層次 一個層次是 身體上的實際的倦怠 然後一個是那種精神上 身體上 我當時並沒有身體上出什麼問題 當時純粹就是覺得說 好像在這種 其實當時金融改喇笑的時候 全世界都有類似的反思 就是說我們在幫這個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這個東西 不斷的上游 可是很明確的就是 它所造成的負面的社會 或環境的影響 已經是不可否認的 但是就算本來這個方式倒塌了 也沒有什麼新的長出來 所以好像我們一直在幫一個空殼 擦脂抹粉那種感覺 那這個是當時非常多人 在全世界都有類似的想法 我想不是只有我而已 理解 那你感受到那個 那個倦怠應該是 精神狀態上面的嗎 就意義上面的 工作的意義上面 工作的意義上面 那是一種什麼樣的 因為前面那個是 是一種認識 後面我想問的是感受 主觀的 對 是 主觀上面那是一種什麼樣的 因為好比像說 當時我的工作包含說 讓一家銀行可以 不是花十天 印製出所有它的定戶的摧腳蛋 而是能夠一天就印出來之類的 那或者是說 對就是它的效率會提高 可以更快的摧腳 那或者是一些廣告 它可以更容易的就是 安插在帳單裡面 而不是說你要特別再印一個折頁 而是你可以直接放一個板進去 放在裡面等等 就是說從技術上面來講 當然每個都是還算有挑戰性的題目 因為你要印製很大量不能出錯 還要處理中文名字很奇怪的人的籃子等等 但是實際上來講 這個活動本身 有沒有什麼除了經濟價值以外的利益呢 或者意義呢 或公共目標呢 好像都沒有 對所以那種感覺就是說 那說這個三重底線嘛 那好像說 我上班的時候 完全沒有再創造社會或環境的效益 變成是我下班 就是材料都去做這些事情 那所以當時就會有一種 就是馬克思叫異化 就是自己變成好像工具人一樣的那種感覺 但是我們現在很多 所以你覺得工具化那個狀態還不夠對不對 就是說你覺得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 我們一般人就如同就是 你剛剛所講的那種異化的狀態有沒有 那我的理解是說 就是說其實我是異化 其實按照你的脈絡底下 我可以學到是說 那我在異化的過程當中 但是如果我有engagement 其實我慢慢其實也在 在共造的社會裡面 但是在那個時候其實你還是不滿足是不是 因為我當時做的很多也是open source 所以我還是可以說 我就算在這邊純粹經濟的用途 但我有些作品 大家可以拿去做別的創作等等 所以這個共造的狀態還是在 並不是不在 但是我想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2007年或以前 大家還可以說 做這種就是純粹資本的新自由主義等等這些事情 它會有什麼捐低效應產生 到最後貧窮問題會自然解決 什麼之類的就是很流行的當時的那種說法 但是2008年之後好像發現不是這樣 就是發明出來的這些概念 什麼磁帶啊什麼東西 它其實是完全沒有社會價值 或它有但是是負的的這個情況 那這個時候就很難說服自己 對 理解 所以 所以 所以你是不是 嗯 好 那個還是停留在意義上面 對啊 那你實際上面 你主觀上面的狀態呢 嗯 主觀上面狀態就是 就開始找 有沒有什麼更有意義的事情做 對 你那時候不是說你想要退休嗎 後來是因為就是那個 社交媒體那邊 對 社交媒體那邊 對 還有Facebook 對 可以遠距 他們是自己主動來找你的 對 兩個都是 就是我有PO說 那其實就是想休息一陣子 對 那但是後來 一天之內 Facebook跟社交媒體都有朋友寫信來 嗯 這樣 所以其實也沒有到就是 也不是 也不是沒有到 中間也沒有真的休息 對啊 對 然後而且其實也 就是說你其實是 又 就如同你剛剛講的 每一個階段的 不 你好像一筆不哲學 就是 14 15歲的時候 其實你認識你自己嘛 嗯 對不對 人的存在嘛 自然跟宇宙的融合 然後後面再進 後面其實就是一種 就是到了所謂 脫離中國世紀之後 然後到了所謂的認知的部分 嗯 迪卡爾什麼的 對 其實第一次講話的時候 其實你不是很喜歡迪卡爾 對 對 因為那很違心 嗯 我自己認為的 嗯 對 然後後面其實你也一直都沒有在休息 嗯 所以就是說其實那個 像一般人的那種就是 倦怠 就是 或是 真正的退休其實你是沒有的 然後 可以做沒有 因為一直有事情做 一直有事情做 對 然後還有就是所謂的 中年危機 那其實也是一種 詮釋的 就是他心情上面 確實是 有些人中年危機之後 他就跑去做職工 或者是去做可能鋪門農法啊什麼 就是對生活以及環境都有意義的東西的推廣啊等等 那從那個角度來看其實也可以這樣說 確實是如此 因為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的工作大概就比較考慮他的公共利益 他的公共利益的部分高過他的經濟的獲得 理解 所以那又就是 兩個層次嘛 有第三個層次的轉變嗎 路格 嗯 就是當然後來到2014年 就是我在Social Text已經六年了嘛 嗯 那也其實已經賣掉公司了 賣給People Fluent 那蘋果那邊 真的需要我寫程式的差不多都已經寫完了 那很多都是在交接給就是年輕朋友們 對 那所以就是當時我就是完全是顧問的這個身份 那大概都已經可以說是絕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自由的 那所以那個時候才會想說 那我花更多一些時間來做像盟點啊這些工作 對 盟點在哪在進行 當然當然 在改 所以現在就是 那盟點上面我可沒有賺任何一分錢 所以它不是說公益大過經濟收益 而是完全沒有經濟收益 你從哪一 什麼時候開始 你現在 因為上次 您好像也有在公開場講過就是說 就是 金錢的部分 就是 就需要多少賺多少 對 那您現在的 您現在的那個就是 公務的收入是不是也都捐出去了 嗯 也不能這樣講 就是我現在的收支大概剛好平衡 對 因為我看 您 周周 聘請或幫忙的人其實也蠻多的嘛 對 所以其實也是剛剛 其實那個也等於 某一個層次的捐出去嘛 就是有些時候 好比想說 有些朋友願意來這邊服務 但是那個薪水事實上跟他的業界薪水有短差 這時候有時候這個短差我會自投要報 確實是這樣 那有時候要出國 那尤其在無照協部長還沒有來相認的時候 那那個旅費其實在外交部跟院本部都沒有科目 那這樣我就會自己都吸收 那等等 那這個大概 總是幾百萬跑不掉吧 其實沒有去算 對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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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大概其實就是有三個階段 2014年那個時候 嗯 其實 對 對 真的 對 嗯 那到現象論跟語言學了 因為那個其實就是一種美的境界了 嗯 所以你 所以你真的是維根斯坦的信徒 可以這樣說 嗯 因為語言最難理解嘛 那又回應道理講的就是用字要精準 嗯 那為了 好 對 OK 好 那剛剛我們提到就是那個 我們回 我看一下 還有時間 還有半小時 嗯 嗯 就是 剛剛我們提到就是說 那時候就是那個 到Apple嘛 然後你退下來嘛 然後 你那時候在就是做 就是 你也有參加那個Sewery的那個 設計的一部分 我去的時候已經他們已經賣了Sewery了 所以那時候Sewery 就是只會講英語 可能跟一點點西班牙語而已 對 對 那我不是要問你無語那部分 是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私人的部分 對 因為我看到就是說 其實你自己不管用中文用英文有沒有 其實你也寫了很多的詩有沒有 對 那我想要跟你請教的是說就是 因為那時候其實你提了一個觀念 我覺得其實是很有趣很好 很棒的就是說 就是你說 你發現就是在Sewery裡面就是說 他共有很多的詩人有沒有 第一個就是我想要請問的問題是說 那您對於詩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像亞里斯多德 他會說詩還有戲劇 其實是能夠進化人的一個方式這樣子 然後那你的觀點是什麼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可不可以給文主人一些建議 因為就是說像李開副先生 他其實有提到就是說 AI的出現其實會對文主的人 其實是有很大的幫助 可是我聽到很多的背影 就是背論或是雜訊告訴我 其實是反而在台灣是更不可能的 如果 可是傳統的定義上面 詩或藝術或文學 其實比較是偏向於文主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可不可以就是說 給他們一些鼓勵這樣 我這邊寫的是鼓勵啦 就是說人生智慧變成 因為你講一句話 人生智慧變成人工智慧其實是很難的 兩個 我想就是說 我講的意思說 人工智慧不會去取代掉人生的智慧 對 那概念是這樣子 就是說一個人的人生智慧並不是人工智慧 一下就可以取代掉的 我們當時的point是這個 那詩當然就是在最小的儲存成本 就是最短的篇幅裡面 就可以把人生智慧有一個很清楚的表達的一個方式 對那為什麼他說是就是一種藝術 確實也是因為他召喚到的不是只是對方的知識上的理解 而是感受上面的深入啊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大概詩對我是這個意思 就是他是生命經驗的一個結晶也一個濃縮 對那你說對寫詩對沒有什麼鼓勵 沒有其實寫詩本身就是一個文主啊 就是修行啊 就是能夠像剛剛講到說 面對他接受他處理他 可是處理到最後難以放下他怎麼辦 欸寫手詩一下就可以放下來 因為是把你內心的那個難以放下部分 歪步化到你自己之外嘛 對所以就是創作本身 創作詩本身就是一種放下的過程嘛 可是很孤獨耶 你說創作詩 對 也可以一群人一起創作啦 看每個人的就是style不一樣 有人專門接龍才做得出詩來對不對 對 就跟那個 對 就跟那個嘻哈說唱 對對對 有rap battle 對 可是 如果說是給文主人的一些鼓勵呢 對 就是多創作 多創作 對 所以其實你也蠻 你也贊成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 現在AI時代的來臨 對 然後其實也是文主人的一個機會 因為從AI的這個協助 可以讓你 首先就是本來可能各國文學 你要先學會這些語言才能夠去體會嘛 那現在幾乎翻譯是完全可以交給AI來做的 所以如果你看不懂某一首詩 那 AI可以幫助你去把它後面的很多脈絡啊等等 都 釐清嘛 那所以這個深入變得簡單 好像有一個拐杖 或者是有一個 噶 噶 那樣子的情況 所以跨文化的理解 因為AI的關係變得成本很低 對呢 我覺得這是一件事 那其他當然還有別的話 比方說 如果沒有靈感的時候 AI可以幫你想出四五個可能不是很好的點子 那總之就是你看到之後可以有些觸動等等 就像你之前你參加的AI音樂 對 就給他一句話 他可以想出很多想法 那你參加那個AI泡咖啡那又是什麼 AI泡咖啡 因為我看到一個那個就是 一樣是在社創那邊 然後就是也有一段你的影片 然後上面就是也是幫助 我不知道是幫助什麼 就是 就是那個 他就是 AI幫你訓 好像是挑豆子吧 把那個豆子裡面可能發霉 或者不好的部分 自動篩掉 但那可能不是沖咖啡 那就是減豆 它是類似提高良率的這種事情 那這樣人的時間可以花更多在創作上 更少時間再就是確保說 豆子有沒有壞掉的傷 那講到這個 其實我還是希望說 這個部分 讓我記一下 就是文主的部分就是給他們一些 就是 我也很好奇 譬如說像現在就是那種良率檢測的部分 其實是AI落實還有四大面向 然後良率檢測其實是目前大家都是全世界技術做最好的事 可是我們在之前就是說 效率 效率這件事情跟您所要達到的公共性 那這樣子會不會有衝突啊 沒有什麼衝突啊 如果AI可以幫我把錯子全部挑出來 標點 打錯的部分 像小銀號不對齊的部分 都幫我修好 那我就花更多力氣在公共性上 所以其實對您來講的話 我先不要有答案 就是說對您來講的話 就是說 就是很多事情其實就是一提兩面 因為上次是講到一半嘛 就是一提兩面或是一刀兩刃 那就是看你選擇的是看哪一面嗎 對不對 就是看你在應用的時候 它是有點像是戴個眼鏡讓我看得更清楚 戴個助聽器聽得更清楚 是輔助一個人 那幫助他更多的力氣是在人員之間的活動共好 上面或者是說是一小部分人要透過AI來奴役另外一部分人 那當然這兩種是一種是empower 一種是disenfranchise right disempower 對那所以這兩個當然是不同的方向 理解 理解 所以我就理解 你把它翻成真符 那個符 其實那個是符度的符嗎 對對對 就是那時候 對真符 我知道你裡面那個 對對對 我操靈呆 就是那個那個符度的符 就是那個是符度 而不是那個就是福氣的符 對 那可是如果多半的人都是戴著 我又在挑戰 對不起 就是那個玫瑰色的眼鏡 那個時候其實你選擇的方式就 我做我的 就是不要理他 然後就是開門照君你行你來 對 因為總是有一些朋友會看到說 我這個開門照的東西對他可能有不利之處 那重點還是說 他絕對有不利之處的時候 他能不能足夠放心 足夠有安全感去指出 所以這件事情可能 不是大家想的那麼玫瑰色 你是說你在面對的時候還是任何人 對 就我們的工作就是營造出一種空間 這種空間是任何人他覺得說 這個開門照的局可能對他會有不利之處 不是大家想像的那麼棒 那大家願意就是論事來討論 他可以在他相對覺得安全的情況下提出來 來設定這個隱藏 大家來討論說他可能不利的部分 理解 所以今天我在這裡或是你所辦的青年論壇裡面 其實你不外乎其實就營造那個氛圍 跟那個環境的那個氛圍感 那我們再透過就是說 今天那個就是傳播力嘛 對不對 傳播散播出去嘛 因為有一個邏輯脈絡有一個cycle 就是傳播出去 傳播就是把它傳播出去 那假設 假設今天 先不要管讀者 假設今天 就是 就是我們也在盡可能做這件事情 可是假設今天有一個人 他沒有像我有那麼福氣 就是坐在這裡 有這樣的時間 有這樣子的空間 那這個時候 你覺得你希望發 像你在你接觸這麼多人這麼多事 把自己 把就是你的肖像 你的文字 你的影像大家都可以用 對啊 那你覺得這個已經是到達一個極大化了嗎 當然還可以更多啊 那你覺得你的下一步 你可以做更多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 好比像說像 我剛剛講到AI自動翻譯 那就表示說 即使你的中文或英文不流利 或者我的 就是別的語言不流利 那我們還是可以各自用各自習慣的語言 但是還是可以達到像現在這樣子的對話的深度 這個我跟日本朋友 就是對談的時候一直都感覺到 就是因為他們要靠極其的口譯 我也要靠極其的口譯 但很多文化上的東西很難這樣子翻 對 那當然好的口譯言 其實就是類似AI的作用 幫助我們去 去瞭解到那個文化方面的Mairoa背景等等 對 但是這個是 這個是在水平式上面的同步 但是我講的是說 現在我們的傳播力有沒有 即使我們已經盡力 而且其實你的曝光那麼多 你已經極大化你自己去做那個散播 因為就是那個最後一禮有沒有 我不知道你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你覺得 那也不是我做是你們做 是發行商做 我不是這個問題 我是說你先拋開那個 就是 我講的是說 像包括你現在參加了很多活動 我覺得有些場合 其實你出現在那邊其實蠻奇怪 但是你還是很願意去 因為我其實能夠理解 你為什麼會去的原因 因為其實就是那個傳播力 可是我想要知道是說 你覺得以你的人生閱歷經驗 然後你覺得你可以極大化到什麼樣的程度 可是我並不是為了極大化極大化 我純粹就是有人邀我去而已 所以我並沒有覺得說 好像我一定要極大化到什麼程度 那我 所以你的意思說 如果我今天突然轉念想要極大化的話 那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這是很有趣的假設性的問題 但我沒有這樣想過 我沒有假設這樣 我的問題很基本 我的問題基本到就是說 就是現在的 你我覺得就是說 我不知道我這樣理解對不對 你其實 因為傳播出去那個部分其實蠻重要的 因為我們做了那麼多事情 前提是有一個公共利益在前頭 那很多人知道是最好的 那你現在是不是已經到了你的極限了嗎 我的問題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可是我不確定這個所謂我的極限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今天晚上還有一場 所以顯然不是今天的極限 所以 你的意思是說 我是不是每天 能夠用來做公眾的溝通的時間 差不多已經排滿了 那如果再多就會影響到睡眠等等 就可以這樣講沒有問題 是 所以其實現在已經是一個 但你說有沒有到極限 也沒有到極限 你要硬塞一些當然還是沒有問題 就是沒有那個必要 那假設 如果現在才是假設 那假設就是說 我們就是發心發願好了 就是真的就是希望說 能夠把這個概念就是 最難的就是翻轉那個思考思想 你也不僅僅要去翻轉它 其實默默的改變 它至少自然 你影響下一代種比較容易 對啊 進水流生其實慢慢的 其實它就動搖了這樣子 那但是我想說的就是說 其實我好奇啦 我好奇 你可以拒絕回答 所以我好奇的是說 就是 就是那如果說今天就是讓 那 那 你就是那個極限 你的傳播力 它們的傳播力 它的極限頂會在哪裡啊 就可能要大家一起來找吧 因為大部分都是二次三次傳播 我剛剛一直在講就是說 我這邊只是一次傳播而已啊 但是絕大部分你剛剛講說 這個很多人都聽過什麼 那都是二手三手四手以上的傳播 那那些我是毫無控制權的 所以你要問說 這些的極限當地 我也不知道啊 你去問台中還是台南 那幾下方台中 發明珍珠奶茶的說 珍珠奶茶這個概念的極限在哪裡 它又回答不出來 哦 那個是指的是 那個是無形的 對啊 但身體上 物理上的其實你回答我了 在物理上面就是說 你這家店它的吞吐量 當然就這樣子而已 但這個概念本身 它一定比特定的產品或服務 散播的遠 理解 理解 好 另外 等一下 所以有延長時間嗎 沒有 另外就是 你要給我看一下 因為我上次照的時候啊 你那個 我其實還想問你老舌 為什麼你喜歡老舌 跟你喜歡那個嗎 因為後來我有去翻 但是那個問題的話 我們先喘一下 因為今天 我一定要截圖給你 是不是 上次它也會有反光 還是什麼 對啊 好那我就截圖給你了 所以可以之後處理 那你現在 你現在可以 我可以把它直接抄下來嗎 我回去 你說書名嗎 就那個 對 我的Kindle 是不是 就是那個第一本 因為我照的時候 你那個Wise Company 有沒有 我又找到了 但是第一本 對對對 因為你跟裕次郎先生 交談就這一本 不是嗎 對 是的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 因為我想知道你的 你在 因為大家都會 就是請你來推薦書 什麼的 我覺得那個 因為那個 我只是想插下來 我想要知道的是 我自己 謝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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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把它照清楚一點可以嗎 當然當然 慢慢 因為之前照了 謝謝 OK 最近看完了嗎 差不多了 對 好 你有沒有要那個 不然我就 沒有 你剛剛說文組的國畢有需要在 哦 對對對 都創作 蛤 都創作 那名字你本身有在創作室嗎 有 翻譯也有 都有 對 他有 我有看到 他有中英文的那個 現在還有時間創作嗎 當然有 現在 現在還有 你現在的狀態還有 當然 最近 真的要講寫推推也是有點類似做事 哦 因為那礦字大概 他是140嗎 280 280 對 所以對文組的建議就是 你就是多創作就對了 嗯 然後不要 就是說你也認為就是說 其實 那個是他們 就是未來 就是AI時代底下 然後未來他們其實也是 有出頭天的 其實在國外比較有可能 但是在台灣 在台灣其實我跟你講 討論過這個問題 他們認為其實是 是更慘耶 更容易被取代 其實為什麼會有那麼大的歧義啊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 呃 就是像說你本來的工作裡面 本來就是比較不是看你自己的人生智慧 或者是你的 剛剛講到一些結晶的那些部分 如果不是那些部分的話 那當然很容易被取代啊 因為如果只是 呃 機械性的一些操作的話 那那些當然就是AI做得比較好 對 所以重點還是說 呃 如果是 還有你剛剛說是一種藝術嗎 藝術它後面有一個想法就是 就是每一個藝術家他是不能夠這樣線性比較 每一個藝術家是他自己的一個世界嘛 對 那這個情況下當然也就沒有取不取代的問題 AI 成人可以創作很多東西啊 人也可以創作很多東西 那是就是你認識藝術家的一個方法而已 那但是如果現在是說 這不是藝術 而是 呃 就是比較應用性質的東西的話 那這些應用性質的東西 當然如果它會被自動化 它就 就自然就被自動化 理解 理解 所以其實他們也不用太 對 太悲哀齁 就是說以後如果有人有這樣的那個 哇 我至少可以這樣子 嗯 回答他嘛 比如說你講那句話 我一輩子應該都會記住 就是人生自 其實你的書 那個書裡面寫的其實是變成 嗯 是很難的 是 好 另外再來就是 呃 我我比較 因為呃 上次有提到就是說 你知道那個 你知道那個 大港開唱啊 對啊 他提出 到底 這個也是我要跟您求證 到底是您去找他的太太找你們啊 因為有 是他來找我 但是 但是為什麼 但是 那個又是一種 就是全 書寫上的妙 他們都說你去找他們 然後 那那個 就是你知道你的名字打出來之後 他 他就馬上賣完 你知道嗎 我知道啊 而且還當機嘛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 那我想跟您請教一下就是說 因為 這我也有點不太敢問 就是說 黑人饒舌有沒有 就是那個 感覺上 嗯 就是你喜歡這個音樂 他的 他的 剛開始你是怎麼樣接觸這樣的音樂啊 嗯 剛開始 就是當然如果你把就是像羅大佑的騎士二邊都算成饒舌的話 那一定是先從那邊開始 哦 不是從 國外 你是從羅大佑的騎士二邊 說唱藝術這種 對 哇 很新奇耶 對對對 對 不過剛才大港的 應該脈絡是這樣 就是閃靈先來問我 有沒有興趣去大港一起表演 那我跟閃靈說其實之前就有饒舌歌手拿我的訪問 sample變成他們的曲子 如果是這種情況我是不反對 那閃靈就說 那他們一直沒有藉口做電影啊 這好像是一個很好的藉口 所以他約了我跟閃靈一起去跟大廠開場的策展員 講這個合作的點子 完整的脈絡的方式這樣 哦 所以嚴格來講是閃靈來找我 這樣講比較對 OK 理解 因為我看到的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好 那我們再回到就是說 就是 羅大六七十二邊 我還有那個 對 沒有那個錄音帶 是 卡帶啊 錄音帶是 你要陷入我的年齡是嗎 OK 你怎麼會有啊 你聽你爸爸的嗎 對對對 對那個 因為很少人會講到他那個現象期 他好像是第一張專輯 對第一張專輯沒有錯 然後 從那時候開始 就是 的接觸 那對您的影響嗎 應該第二張吧 陸康小鎮是第一張 未來的主任王是第二張 好啦我相信你 因為我已經輸一次了 沒有輸了 我已經說錯一次了 對你對你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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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裡來 不是很重要 因為你心裡來 不是很重要 對 我會覺得 當然不管是 羅文小鎮 或現場七十二邊 或什麼 我覺得他 就是我很小的時候 聽他其實是時髦 尤其現場七十二邊 因為他唸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的那個音樂性 說台灣並不是很強 他主要是靠那個字本身 那些字字本身 對 所以 你說對我有什麼影響嗎 好像很難說具體的有什麼影響 可能就是 就是比較早讓我發現說 喔原來 第一個狀態可以這樣有 然後第二個是說 對 就是說 詩他有一定的節奏的話 他比較好記 但是對我來講 他還是詩 所以沒有那種就是說 就是 精神上面 大家覺得是一種就是 一種反反抗 或是一種抵抗 因為 因為好像彷彿 就是你在十四十五歲之前 有沒有 你其實不能說是一個叛逆的小孩 可是就是 你在 你自己跟自己 在跟社會主流 在跟社會主流 所以 比較沒有那樣的意識存在嗎 而且 真的要講的話 現場其實那邊真的是反抗 他比較是 比較 有點 他有點諷刺的那種感覺 對 所以 我覺得 離反抗還是有一點點距離 他不是真的說要打倒什麼東西 或是說 什麼 長天一死 黃天當立 他只是說 是怎麼樣的心理因素 每年要吃掉一條房子公路 所以 他是 讓聽的人有機會去反思 但並不是一定要聽的人去做什麼 那 我覺得這還是不太一樣的態度 那後來呢 就是 就是說 你比較偏愛這樣子的音樂 到現在 最近 最近在聽的是 那個 Thanks for the Dance 沒有東西 我再問你 沒有東西 就是那個 Leonard Cohen的 最後一張專輯 嗯 所以那個 請問像你在聽歌的時候 因為你其實有提到就是說 當你自己在的時候 八個小時的時候有沒有 除了睡覺之外啊 有時候如果你不要被打斷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部分 你可以聽聽音樂這樣子 對啊 當你在聽歌的時候 你剛剛其實有講到說 你聽饒舌 饒舌最主要是那裡面的詞 對不對 對 所以真的要講的話 你也可以說 Leonard Cohen 他最後這張專輯 很多是很慢的饒舌 他就是 講得很慢 但是 他概念上面還是靠那個韻律 而不是靠音樂 他的旋律性比較低 所以 您在聽歌的時候 你是先 聽歌詞 還是聽旋律 當然 兩個都會一起聽 但是 當我在講 比較像饒舌 的這種東西的時候 他的旋律 只是讓我比較快 進入那個詩的意境裡面 但是主要還是靠那首詩 可是他不會打斷 你的靜默時刻嗎 應該還好 還好 因為他比較慢 對不對 不是快也可以 這跟快慢比較無關 而是說 他比較 比較沒有特定的 召喚到特定的行動 就是剛剛在講 多大藥的那個特色 可是他不是你喜歡的東西嗎 比如說 我有很多的朋友 他們其實在 真的在寫東西的時候 然後旁邊 他們其實就 我就覺得好厲害 旁邊就放 他自己喜歡的音樂 或是 就是他把那個劇這樣 一幕一幕這樣放 然後他 關靜音 或是他就開著 然後他就好像 旁邊的那個 背景音一樣 這樣真的不會受到干擾 應該不會 因為就是不同的作用 他不是 就是說 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並不是 真的在 聽裡面的特定的字 因為那些字 我都很熟悉了 所以他比較像是 那些自所觸發的一些意境 然後在背景 慢慢的去經歷它 有點像說 裡面創作裡面 坐一輛公路的公車 或者火車 或巴士什麼 然後窗外 就一幕幕景象過去 當然不會干擾 因為對你來講 你了解那是窗外的部分 很美喔 很好 謝謝 謝謝 這樣我能夠感受到 所以其實在你人生當中 你有判例期過嗎 我知道你曾經講過很多 可能短幾分鐘的 對 蛤 我 我說幾分鐘的判例期可能有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就是說如果看到一件不公不義的事情 或者是旁邊的人 對某件事情很憤怒 什麼三十秒冒黑箱什麼東西 那我當然多少也會被帶動一下下 但是那就一下下 可能幾分鐘 那是憤怒還是叛逆 都有 就是想要挑戰權威啊 或者是說 為什麼可以有這麼不公不義的事情 那些感受都會有 大概就可能兩分鐘三分鐘就過了 那個是現在嗎 對不對 一向都是這樣 你小時候也是這樣嗎 就是從有記憶就是這樣 從有記憶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就是說 我也是就是在求證一下 我從另外一個朋友 因為我看到就是說 就是說在之前就是說 也因為就是說 你就是說曾經發生過 就是我們之前有討論過的霸凌事件有沒有 所以你好像彷彿就是比較 喜歡保護弱者 所以其實 可是這兩個邏輯是不太一樣的 一個是不公不義 一個是保護弱者 這兩個邏輯是不太一樣的 你如果想辦法 不讓不公不義的事情 能夠再發生 你無形之中就是保護未來的弱者 雖然你還不認識他們 對 好 理解 好 我 我 差不多今天也讓你休息 剛剛的 叛逆其實是一種 持續的一種狀態 但每次就是 短暫 對對對 是這樣 最後最後最後 我讓你 沒有 因為我知道你開會其實你也蠻累的 就是 那你既然有聽過 這是個人私心啊 既然 既然 你有聽過那個就是 羅大佑的那個 線上記者文件有沒有 那你有聽過那個 蔡蘭卿的我的世界嗎 好像有 但是現在不會背 不用背 你為什麼要對自己要說這麼多呢 對 對 對 但有聽過是嗎 好像 就是那個台大的那個 對啊 你幹嘛 好 沒事 那沒有就那個 你可以拒絕 拒絕我的那個啊 不是啊 如果你有什麼 想要講的事情的話 就是什麼 有一點希望 有一點失望 對對對 因為他不是 他不是 他剛剛有聽過 不是老舌 他也不是像是一樣 他比較有音樂性 對 他就相對來講 比較有音樂性 那他對許多的那個 年輕人來講 他其實影響還蠻大 到現在 那我就很好奇就是說 那他既然他不是老舌有沒有 那是不是 就是說他對 就是調子我會記得嗎 但是詞我就不會背了 但如果真正意義上的詞 詞我會記得 但是調子我也比記得 而且很準耶 對 對啊 對啊 而且你幹嘛對自己要求那麼遠啊 我自己都記不起來了 是嗎 可是我需要像現象七月編 就是 對我來講 如果真的要變成像窗外的風景 那對我來講 這些字就是 每一個字都是很熟悉的 才真的能夠變成在背景廳 不然我就會背那些字 還要聽清楚那些字 對 因為你已經不為所動 專心一致了對不對 對然後就是可能我現在一面 再跟你對談 但是你剛剛想像一下七十二編 另外一個空間就是 我知道你開始已經在那裡 對就可以開始放 對 我剛剛有騎學院 烈士保持的騎學院 我還騎學院 我們要等到美國騎學院 我就知道 我就會改變 就從長野變成商店等等 對 我剛剛就在想 所以我才會問他那個 對啊 我們是 如果 對 以後 這本書選完可以 可以 隨著您做公益了 好 沒有 因為我覺得我可以慢慢get到 你的 那個 我可以跟 我可以有共情 有這個同步 對 我們的總經理他也看了我們的影片 然後馬上也被你那個 是嗎 對 他已經變成你的粉了 所以他 哇塞 你看你現在不像粉 對 他希望說 下一次如果有可以的話 您同意的話 他也會下來 沒問題 好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 謝謝 謝謝